把握最後四個小時的時間 趕快出門投票 剛剛說到投票三寶 要特別記得帶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這個投票的情況如何呢 我們先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臺北市最大的投開票所 就是在這個臺北的關渡裡這邊 因為投票人數有九千個人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現場情況如何 把時間連線給三立記者柯佩軒 來告訴大家 佩軒 好 主播觀眾朋友們午安 現在距離投票結局的時間 還有幾個小時 要帶大家來關心一下投票的狀況 我們現在呢 位在是臺北市北投的關渡裡 為什麼會來到這邊呢 因為其實全臺北市 209萬票當中 這裡呢 其實是算是最大票倉 光是投票全人就有九千六百多人 那我們現在位在的這個關渡國中呢 他就有至少五個投開票所 所以從今天早上 我們觀察到現在 來到這邊投票的人 其實算是相當多 那在早上的這個時間點呢 其實是長輩比較多在這邊投票的 現在時間越來越靠近中午 人潮也越來越明顯了起來 尤其今天天氣狀況算是相當不錯的 從接近中午的時候氣溫也回升 人親人也都出來投票了 那也要提醒大家 今年呢來到這個投票一定要有幾個注意的事項 最重要的就是來到這個裡面 手機是不可以拿出來拍照的 而且手機是必須要關機 今天在這邊的狀況 大家都是相當守秩序喔 非常良好都沒有違規的情形 那要提醒大家 截止時間是到下午四點 下午四點來到投開票所 只要有排上隊 都是可以正常的來投票 以上將閒鏡頭先交還給Pony主播 這目前在臺北這個關度裡的投票情況 那我們來關心一個最新消息 在剛剛這個臺北市中山區的大直國小投票所 出現有雙面選票的情況 那剛剛反應是說初步清查是有四張 那麼也趕快來收回了 那也提醒大家 因為今天有人不小心把選票帶出去 或者是務私選票 或者是量票 這些都是會被罰錢的 大家要特別小心 那我們先來請教小玉姐 你今天早上也去投票了嗎 來關心一下今天投票情況 因為昨天真的蠻多人搭台鐵高鐵 要返商來投票的 是 沒有錯 因為今天天氣還不錯 所以我在我家這邊的投票所 其實這個人潮還蠻多的 大概就是 但是那個開票的蠻順利的 所以你可以看那個隊伍 都大家蠻整齊的 所以預計大概我自己的那個地方 是頭差不多十分鐘 就可以排到投票了 我個人認為是比上一次 九合一那次快 對對對 還快 因為上一次天氣好像也沒那麼好的關係 好 那回過頭來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最新的消息 根據中選會 現在這個非常的嚴格 根據中選會 早上截至上午十二點的 這個投票率的統計 平均落在十八點八八趴 十八點八八趴 目前才十八點八八 對 對 那現在目前 對 有點好像 沒有那麼 沒有預期那麼高 那也有 當然就是有一些 那你知道如果最高的投票率是落 目前為止是落在高雄市 四十一點三一趴 等於說高雄市的民眾 看起來是特別的踴躍 差不多有到了早上十二點 投票率有將近五成 四十一 超過四成 超過四成 那再次其他平均的 像臺北 臺北大概十七點八六 新北差不多十七點四五 都不太算高 那如果說是越往南部的話 反而看起來是越高 那譬如說像高雄是二十二趴 那這個像宜蘭 這些都二十三趴多 所以目前為止到 到中午 現在中選會 根據中選會的這個這個 平均投開票率大概是十八點八八趴 所以還是要鼓勵大家 到四點以前來踴躍 十點到現在十八點八八趴 早上還不算 就是早上開始八點開始投票 那時候還沒算 是十點到目前嗎 十點到現在的投票率 OK 好 那回過頭來 當然說今天還是看起來 目前為止大致的平和 可是還是有一些小狀況 譬如說像我今天自己碰到的狀況 就是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大家不是有三張選票嗎 一個是總統票 然後一個是立委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不分區的政黨票的部分 那我在投的時候 我就聽到這個我後面的那個選務人員 就說阿姨 你就是說他政黨票投錯了 這個顏色投錯 雖然就是有粉紅色 有白色 有黃色 這個大家按照這個顏色跳回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可是我聽到還是有一些年長的民眾在抱怨說 我們這次的政黨票 他上面標註的是寫說不分區的立委跟僑選立委 那個字很長 那有些人就說哪有麻煩啊 你就直接講政黨票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 就是他沒有政黨票 他的那個標註白色的那個 本來應該是政黨票 然後他沒有標註政黨票 他是寫說不分區加僑選 那很多人都會想說 哪來的僑選啊 事實上有啦 這就是所謂的政黨票啦 所以大家都會建議說 下次這個中選會這邊 是不是從善如流 在在這個不分區的部分 因為我們常常都宣傳政黨票 政黨票 你就直接講政黨票就好了 不用再那麼長的一個標示 不過所幸還是因為有這個顏色 這個票票的顏色 你就按照這個票軌 顏色投下去就好了 這個我今天早上聽到的一些小抱怨 那其他的部分 這個因為今年也是首次的開放 就是說你可以帶幼兒 幼兒進去 因為有些父母嘛 這個不方便 所以我小孩要丟在外面是不是 沒有 他就是叫那個 可能老公顧一下或什麼之類 大家輪流進去投票 可是那如果說有 有家裡有單親或是什麼的啦 對對對 那還蠻貼心的 今天早上在高雄的時候 就在高雄鳳山 就有一個媽媽 就帶著他六歲的女兒 就進去投票 結果沒想到你到六歲的小孩 就就直接把那個票拿 就把它拔完 拔一拔就撕掉了這樣子 對 這個是蠻嚴重的 因為你根據我們的選辦法 你這個是撕毀選票的話 恐怕會被罰五千到五萬 他當時那個小孩 在撕毀選票的時候 媽媽是整個傻 對 媽媽先哭了 媽媽都要哭了 對 可是小孩是不可控的 這個警方馬上就來 把母女人都帶走 對 我覺得這個 嚴陣以待的意外的狀況 六歲應該不罰吧 沒有行為能力 對對 可是因為你是撕毀選票 對 家長要特別小心 可能特別開放小孩帶進去 可能有一些突發狀況 對對對 所以這個今天早上 在高雄鳳山的一個小狀況 也提醒說如果下午要帶小孩 去投票的這個民眾 這個小孩要特別的小心 那另外當然就是剛剛這個 在新聞也非常的廣 就是很多這個廣告 就是說我們很多投票的禁忌 包括你絕對不能帶手機 不能帶手機進去 這是違規的 另外就是說像今天有被投訴 包括某個候選人 就是說什麼在投票的外面 就有掛簿條 然後被檢舉 你知道今年檢舉魔人非常多 所以這個很多都會 你有什麼什麼 什麼在場外掛簿條 馬上給你拍起來 就檢舉就檢舉 這個檢舉就算了 而且你會被罰錢罰一萬五 好 那我最後要講了 就是有關於投票率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會比起 往年的投票率 你知道只要是遇到 撒喀都的狀況 通常投票率都會非常比較高 那根據我們從這個民選總統 除了一九九六以外 從兩千年開始算了 投票率史上最高的 應該就是兩千年那一次 兩千年那一次 因為這個有扁履 然後還有連 那跟這個這個包括送的部分 所以那次的投票率 創下有史以來最高 是八十二點六九趴 超過八成的投票率 那當然接下來 就連連一直往下了 包括二零零四年 就八十了 然後到那個馬消馬無的時候 都降到七十六七十四 那最低最低的那一次是二零一六年 就是蔡英文跟陳建仁搭配的 那一次 朱立倫那個 對上朱立倫 因為可能看起來情勢比較懸殊 所以那一次的投票率只有六十六點二 那上一次同樣也是撒喀都 上次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是蔡英文搭配賴清德 然後對上了這個韓國瑜跟張善政 另外還有宋楚瑜跟這個魚香 這一組 上一次撒喀都也七十四趴 不算高 但是至少比二零一六年的 這個六十六點二趴 這個有衝上來一點 但是說這一次的投票率 我本來以為今天天氣很好 投票率會高一點 可是看起來哇 好像這個 如果按照中選會剛剛的回報的話 各地到目前為止 投票率十點的投票率 十點的投票率 平均只有十八點八八 八點到十點 八點到十點的 這個部分的話 那這個等於說大家投票還是要加油 畢竟神聖的一票還是很重要 神聖的一票還是很重要 所以還沒有投票的 趕快去投票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今天上午 大家為了投票都起了一個蠻早的 因為媒體記者都要拍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三組候選人 在今天投票的最新情況 前一晚南北跑 賴清德穿深色西裝 搭配白色襯衫和紫色領帶 看起來精神很好 睡得好嗎 睡得很好 謝謝 有帶什麼小物嗎 倒沒有 倒沒有 前投票的心情有沒有不一樣 每一次 每一張 每一次的投票都很珍惜 因為這個是臺灣得來不易的民主 我們都應該要珍惜民主 踴躍投票 走到投票所前 遇到熟悉的里長 和熱情民眾 不想耽誤民眾投票時間 賴清德一度舉手禮讓 準備排隊 領完票後走進圈票處 接著投票快速完成 天氣非常的晴朗 我心情也有夠好 還看到我們的人民 都自動出發 一早就出來投票 展現我們臺灣民主 選舉的過程如何呼呼呼 呼呼呼呼 選候我們大家都一定要團結 今天我的幸運小方 還真多了 我身上都滿滿的 我們一個民眾 一直拉著我手的幸運符號 你看一個 兩個 三個 來這裡喔 不會到選辦去看看 我們最辛苦的同樣 柯文哲 陳佩琪 也跟著大家一起排隊 一前一後完成投票程序 柯文哲還特別等陳佩琪 投完票一起拍完照 才離開投票所 而柯文哲也強調不緊張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平常心 睡得好 反正每天把每天該做的事情 做完嘛 一樣啊 每一個階段 再計畫下一個階段 那今天有帶什麼幸運小儀 啊不要 沒有那種 沒有 我這種西醫的 沒有這種習慣 主席應該也是睡得很好 因為他鼻子過敏 睡到睡到都打呼了 所以我相信他是睡得很熟 結果如何交給選民決定 好 在剛剛可以看到呢 這個三黨的總統候選人 都已經在一個大早 都已經出來投票了 那麼接下來呢 可能晚上的時候 也有一些這個備戰狀態了 好 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剛剛我們說到了投票率 很多人說這個天氣好的時候呢 投票率應該蠻高的 那剛剛小玉姐跟我們講說 歷年來啊 這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 情況如何呢 那以這次總統選舉人數來看呢 六都佔了七成 那其中呢 新北跟台中居冠亞 人數應該是要比較多的 但我們目前剛剛看到呢 包括高雄八點到十二點的時候 投票率是四成 好像以南部的部分 是不是看起來比較多了 對 沒錯 那麼聽說這個 台南的投票率也很高 台南跟高雄的投票率都蠻高 高雄有些投開票所聽說七點 就有人去排隊了 那在北部的話 我聽說比較多大概是七點五十 大概七點五十塊 可以開始投票八點前十分鐘 大概陸陸續續去排隊 不過目前看起來雙北啊 雙北的投票的意願 好像沒有那麼高 你自己的 你自己投票 那部分 我的感覺是投票都很順 都很順 以前如果排隊的人很多 你還要排一下 至少排個五到十分鐘 那麼今天幾乎你進去就直接進去了 我上次九合一的說還排了一下 可是我今天就還有浪康 好多位置都還沒有進去排隊 所以是不是大家天氣 天氣冷 太早了 睡在那邊睡晚一點對不對 這個我不知道 那我看到了十個裡面 有九個是中老年人 就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年輕人比較少 年輕人有時候會睡比較晚 假日嘛 所以是不是這個下午以後 年輕人會出來啊 不知道 不過那麼有一些會 有一些擺烏龍的事情對不對 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因為選務人員太多了 一個投開票所 這麼多選務人員 每一次都徵選不同的選務人員 台中北屯區有個投開票所 就發生了一件事 這個其實是烏龍 那麼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這個當事人他的姐姐 簽副級一個月 所以依規定 他是不可以選區域立委 但是總統跟政黨票 因為是全國性的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結果選務人員可能白烏龍 給他總統跟區域立委的票 沒有給他政黨票 就是應該給的沒給 沒給的給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跟這個選務人員 這個反應的時候 對方還認為說我沒有給錯 那我覺得這是認知上面 可能訓練不足的問題 所以他有抗議 後來後來 對 經過去打聽了以後 好像已經把這個政黨票補給他了 那但是他區域是不可以給的 那諸如此類的這樣的 因為還有大家快要 這個三個小時左右可以投票了 所以現在那麼中南部有些縣市 聽說有快到五六成以上囉 那越南部好像投票率 意願越高了 那今天天氣很好 本來預估 今年的投票會比較冷 不大家都說今年氣氛比較冷嗎 本來預估不會絕對不會像 絕對不會像去那個2020年那麼熱 那預估本來大概是六成八左右 不過因為天氣太好 所以呢選前也很熱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認為大概七成上下 有可能有可能有機會 現在人如果開始出來了 出來吃飯 先算投票投票吃飯 那有可能人出來了以後呢 現在已經破四成多的話 有可能真的會到七成左右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有些東西民調當然不能講啦 那今天更嚴格 十二點以後 完全不可以講任何的 有關於你要去支持誰幹嘛的 我剛剛已經有這個熱心的 連友來提供線索 線索什麼線索 對 因為我剛好告一段落以後 今天選票結束 我就準備要開庭了 過年前要開庭 就告人家的 在我們三立新聞 某一則新聞的下面 有五個人 那麼非法替人家拉票 而且擺明了就特定候選人 每個都違反我們中選法的規定 那其實大概是十萬塊以上 一百萬塊以下 本人已經完全截圖完畢 記好了這些 你三圖沒有用 你三圖沒有用 我全部都截圖完畢了 將一併進行檢舉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跟自己的 新台幣跟鈔票過不去 那麼可以拉票了 在十二今天凌晨十二點以前 都結束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吹票 打電話給大家去吹票 不要再投開票所 有藝人竟然在投開票所外面擺姿勢 還是穿著背心 這都不好 你知道嗎 這些都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能拉票的過程 都已經結束了 現在就是鼓勵大家 那麼去投票 然後一人一票 然後三個小時後 我們就見真章 好 所以在三個小時之後 就要見真章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年的選民數 是有一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五百三十一個人 那以這個投票數來看 我們來做一下往年的分析 請教一下晃哥 因為很多人說 這個二零一六二零二零 那很多人就在看說 這個三檔的部分 這個得票率多少 可不可以來幫我們做個評估 如果說以過去兩屆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邊這裡有數字 二零一六來看的話 二零一六因為其實雖然也是三組 但是因為這個宋主席比較抱歉 因為是兩強一弱 實際上二零一六雖然也是三組 但是兩強一弱 所以二零一六他們的得票數 得票率是蔡英文 陳建仁五十六 然後朱立倫跟這個王如玄是三十一 然後宋楚瑜是十二趴 到二零二零的時候也是三組 但是這個最後一組就只拿到四點二六 那蔡英文是五十七 八百一十七萬票 韓國瑜三十八 五百五十二萬票 所以你如果說 因為這兩屆投票率 有可能都會比今年高 因為今年的投票率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如果到中午為止 全國平均是四成的話 到下午四點 能不能夠到七成 我覺得大概七成 七成一了不起 所以投票率相對會比較低 而且我剛剛來三立的路上 因為我走國三 我就看 因為我剛好是北上 我發現國三南下高工局打出來的告示牌 是說南下三十三到七十四都在用塞 這已經比平常的假日更誇張 然後準備經過南港系統 要往國五的時候 國五那邊也是已經回堵到木柵交流到附近了 所以看得出來很多人已經在出遊了 那這些人出遊到底是一大早投完票 直接出遊還是說根本沒有投票就去出遊 這個可能各種情況都有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蠻好的 尤其前幾天這麼冷 今天好不容易陽光普照 今天天氣真的非常好 那我自己早上 因為我是在新北投票 以我在那個投開票所投過四次票的經驗 今天是最快的 我今天進到投票所幾乎沒有排隊 我也是 看完政見直接領選票 然後就去圈票 幾乎沒有排隊 那領票的時候瞄了一下選舉人名冊 大概領票的數並沒有非常的多 那因為我們家那一區算是 算是這個深藍區 我們家那一區算是深藍區 看起來好像雙北的投票率沒有特別高 但是下午不知道 因為有可能有些人睡得比較晚 不過如果說以這個投票率來來看的話 大家一定很關心說 那哪幾票可以當選 哪幾 就是說以三組總統 因為今年的三強鼎立 有點類似兩千年那一次的狀況 有點類似兩千年 就是都都還蠻強的 那如果說以假設 我們算七成的投票率的話 開出來的選票 大概會有一千三百三十萬票左右 所以基本上哪一組候選人大概先拿到五百萬票 大概就贏了 這個大家待會看開票的時候 你心裡就有數 大概誰先拿到五百萬票 大概就贏了 因為我的判斷不會有一組是特別弱的 目前看起來 因為現在是感覺起來 三位都還蠻強的 不會有一組是特別弱的 所以應該不會有一組這個選票 跟另外兩個人選輸很大 所以大概你等下四點鐘開始開票之後 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大概誰先總統的部分 誰先拿到五百萬票 大概就就是幾乎可以篤定就當選 好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總統這個看起來 這個坎就是在五百萬這邊 有沒有過呢 好 不過在剛剛有個新消息 就是好 現在是有候選人違反懸罷法 這是誰呢 鍾小平 小明哥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小心 向門口掛布條 昨天半夜 怎麼在建中門口掛布條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決勝的0.24 台灣新未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剛剛又有突發狀況了 這哪裡呢 在屏東偶投開票所 因為擺了候選人的布條 好 還有民眾戴著候選人的 這個號刺的帽子 那麼就被警方勸導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最近情況 這次投票日 不過有民眾在投票的時候 卻發現到 在屏東的一所國小前 竟然是擺著候選人的宣傳攤位 而且還掛起了這個布條 所以警方是前往取締 要求說要把這個布條給扯下來 除了在屏東發生了這一起 投票所外懸掛候選人布條的狀況之外 其實在高雄台南都有分別傳出了違規事件 包括了在台南有一名老翁 他的手機直接帶進了投開票所裡面被發現 另外在高雄的前鎮區 甚至是有一名 民眾他在投完票之後 用手機拍下了自己所圈選的 這一個政黨號次等等 該名男子是自稱說 因為有人向他拉票 他要證明自己所投的 因此才會來拍照 不過這已經違反了這個選霸法 另外還有撕毀選票的案件 包括了在高雄的前鎮 有富人自稱說他投錯票了 所以把這個選票給撕毀 行動的內埔 也有富人是自稱誤撕了選票 在高雄的鳳山則是發生了 媽媽抱著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來到了投票所 當時呢 孩子把玩著手上的這一個政黨票 結果竟然把他給撕毀 雖然這不是故意的 但也已經違反了相關法令 將要寒送處理 好這個民眾也就算了 但候選人怎麼也違法呢 他們選過那麼多次那也不在呢 好我們請下東豪哥誰違法了 小平哥 鍾小平呢 昨天跑去這個投開票所掛選舉簿條 那目前狀況呢 是已經請台北市環保局去拆除了 那另外呢 是早上在無信國小這邊 因為無信呢 比了手勢 好因為比了讚的這個 有一點好賜感覺的手勢 所以現在呢 也提監院小組的會議 那我們剛剛說到這個總統的部分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這個立委席次 因為二零一六年跟二零二零年 很多人說呢 這個立委啊 這次有沒有看說 有沒有過半的情況呢 因為這次總共一百一三席 那過半是五十七席 那您怎麼看呢 先講一下小平 小平就是希望大家 他用違規違法來製造新聞 這樣不好 要負錢呢 無所謂 那個 不多是不是 因為現在沒有任何一組跟他在一起的選這個中正萬華的立委候選人都不能有任何拉票的動作 但是小平因為違規變新聞 變新聞的本身是一種宣傳 所以到最後一天不理會 我讓你罰嘛 我讓你罰嘛 就這個這個不是正道 因為網路上也會出現啊 我們也會討論啊 這樣是不是有點 他就是跟你講 我讓你罰嘛 但是我可以換到的是什麼 是是是是新聞報導 因為現在還在投票 我不曉得中正萬華會會怎麼投 那這是國民黨自己的問題 事後要去面對的問題 就是這是你的立法委員是國會議員 不是在各大學校 而且是在建中門口 各大學校 各大學校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就故意的 你就算一條不條罰一次 那又怎麼樣 我願意出這個錢 這樣一條是多少錢 一萬五以下 最高一萬五嘛 我掛一百條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這個時間 時間點這個時間點能夠獲得的新聞 無價 但是但是這個是不是就能夠換算成得票 我不知道 小平是老朋友 可是這個是非常非常投機取巧 而且刻意違法 他可能不小心的 不會 半夜跑去 半夜才關 因為昨天十二 因為十二點以後 你連簡訊 連LINE群組 連臉書都不能有任何拉票 的手勢 或者是任何暗示 半夜去掛布條 所以東浩哥可見這次立委真的很拚 你看哦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我不客氣地講 對自己有把握的人不會做這件事情 對自己沒有把握的人才會挺而走險 我如果知道我覺得我自己有勝算 我覺得我會過關的人 我怎麼去幹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是不在乎形象的 不在乎 要有一個評 好啦 那我們來談一下這個立委的那個 二零一六跟二零二零的立委席次 還有不分區的部分 因為這樣看起來也是蠻拚的 我們來先來看一下二零一六年 民進黨的這邊是拿下了六十八席 那國民黨這邊總和是拿下了三十五席 這是包括區域跟部分區的部分 那二零二零的部分是民進黨拿下了六十一席 那國民黨是拿下了三十八席 民眾黨這邊拿下了五席 那這一次二零二四跟這兩次的評估呢 二零一六因為國民黨有很多自治者 沒有出來投票 所以那一年的投票率特別低 所以我就不要用二零一六 因為這個投票率的關鍵在哪裡 二零二零年蔡英文總統競選連任的時候 投票率七十四 七十四 七十四點九 他比二零一二年馬英九的連任 其實都是七十四趴以下 但是馬英九的連任大概是七十四點三 這都是很高的 因為這是我們印象所及 你會知道非常高 可是你如果從歷年來的投票率來看的話 他又不是特別高 因為二零零四年跟這個兩千年 那都非常高 那是兩次超過八十的投票率 可是為什麼你會覺得二零二零 投票率非常高 因為蔡英文寫下歷史記錄 然後那一年呢 你如果在高速公路半夜 比如兩三點 高速公路是有車潮的 我就不要講台鐵高鐵這些 那我是 我今天早上有去投票嘛 那我是昨天下了節目之後 十二點以後 開車回竹北 像高速公路上 像桃園是有車子 可是有沒有多到讓你覺得怎麼那麼多 就沒有 那有的路段鬆 有的路段緊 所以所以你可以很大膽的推估一下 投票率一定比二零一六年高很多 但是一定不會超過二零二零 因為二零一六是六十六點二七 那二零二零是七十四點九 好 那這個對這個 這個對區域 對總統 對總統當然影響是最絕對的嘛 對 好 那總統我們現在都不能講 好吧 我們講區域 區域來講 二零二零年民進黨的區域立委 區域立委 不含原住民 拿下四十六席 國民黨拿下二十二席 可是兩者之間立委的總得票數 差距不到七十萬票 就不到七十萬票 結果國民黨只有拿二十二 但是民進黨是拿到四十六席 如果你看不分區的話 政黨票的部分 雖然你看到的都是十三 十三席 兩個政黨只差不到十萬票 所以你要知道說 因為今天政黨票最後開 最後最後才知道 因為他要比第二輪 可是就區域類來講 差七十萬票的席次 可以一個是四十六 一個是二十二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七十萬票 你分在全國那麼多立委選區 一個選區才差多少票 那如果今天投票率比較低一點的話 那是不是更加的 都會有影響 都會有影響 而且今年還比較不好猜的是 有比如說台灣民眾黨 那他的 他因為他的區域立委 其實除了台灣民眾很像 時代力量他們的區域立委都很少 那他們出來投票的人 比如說他有區域立委的 但是他沒有總統的 那他有總統票怎麼投 那他他有總統 但是沒有區域立委的 那在區域立委那時候 他的選民會怎麼投 所以今年會有一個變數 就是像柯文哲的支持者來講 他們在投總統票沒有問題 一定一致性很高 政黨票也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可是如果他在全國的區域立委選區裡面 這一區沒有台灣民眾黨的候選人的時候 他要投誰 他要不要投 他也可能不投 他也可能投 所以會增加變數 變數 可是不管怎麼講 就是說區域立委 因為現在主要的國會席次 現在結構來講 基本上還是藍綠兩大塊 兩者之間的總票數不會差太遠 所以每一區 每一區 那個那個真的要要等到最後結果 你才能確定說那些焦灼區到底誰會贏 好 那投票率如果越高 到底會對誰比較有利 這次你會不好抓 總統比較好抓 可是到了區域立委的時候 你會不好抓 為什麼 他有個變數 就是藍綠之外的 他投了政黨票之後 他的區域也要怎麼投 那如果那個差距 比如說二零二零年過關的 如果是在一萬票以內的這個立委當選 今年會怎麼樣 因為今年的那個特殊情況比較多 因為我們前面一直講 主要的總統 因為總統就三組候選人 薩喀都 第三組他的區域立委要怎麼投 很難抓 這個跟兩千年的那次又不大一樣 兩千年的連宋跟宋楚瑜 他們那個時候一關面不是一起投票 那時候是立委先投 然後總統後投 所以立委那個對打就敬畏分明 然後後面三月才投總統 當年是三月才投總統 所以立委的勝負 其實會影響什麼 後面三月總統的氣勢 所以那個格局 那個基本架構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大家趕快還是要去投票 不然我等一下就要逼來賓唱歌了 沒有啦 開玩笑的 這一次可以說 說是所有的國外媒體 真的是最多來臺灣的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二零二四選戰 非常非常的關鍵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那麼整個新北市 這一次立委選情 也可以說是一個激戰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一大早 這個各區候選人的投票情況 身穿咖啡色上衣 黑色長褲 臉上帶著笑容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吳針 一早現身中和投票所 沿路也遇到不少選民搶著合照 心情還好嗎 心情我走來投票所的路上 其實還是蠻緊張的 也當然也在想說 到底今天開票做會怎樣 另一頭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張志倫 為了選戰喊到聲音沙啞 終於贏蠻選戰最後一刻 心情輕鬆許多 張志倫也表示選完第一件事 就是要陪陪家人 而在新北市第十二選區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賴品渝 一早穿著俐落裝扮來到 汐止金融國小投票所排隊進行投票 一路上不忘和選民打招呼 其實昨天晚上睡得蠻好的 因為昨天倒頭就睡了 所以今天早上匆匆忙忙的起來 先洗衣服 然後我現在衣服還在洗衣機裡 等一下要回去亮 那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心情是很輕鬆的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廖先祥 健身投票所 神色相當輕鬆 因為終於能睡到自然醒 心情當然是非常開心 因為睡得非常的飽 今天睡到自然醒 下午的空檔時間 應該就是在家裡陪小孩子玩 然後把家裡稍微整理一下 選舉當天各個候選人 抱著不同心情投票 也強調會以平常心 近代開票結果 三選何孟哲賴心 SNG小組新北採訪報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說到六度的部分 因為這一次六度的部分 佔總選舉人數 將近有七成 百分之六十九點四九 那其中又以新北的人數最多 三百四十萬人 那請教授冠廷 因為你剛剛也看到 包括剛剛中和 包括戲子 剛剛都已經去投票了 新北這次的情況 我是要先講一下 新北市到今天中午為止的投票率 其實比大家想像中來得低 一般來講會認為說 包括很多候選人 無論是總統立委 都是新北出身的 那照樣 我想投票率應該是要高 因為選情會比較熱烈 可是新北市現在投票率 看起來跟全國平均值是差不多的 因為天氣太好嗎 新北天氣是好 天氣好應該投票率又好啊 對啊 對不對 可是新北現在狀況 跟全國平均差不多 代表新北沒有特別熱 那如果分析各個縣市 目前為止 大家得到的資訊 大概是這樣 選情越激烈的選區 尤其是總統綁立委嘛 也跟立委有非常濃的關係 就是有部分的縣市 我們很明顯 在過去一段時間討論 就是比較激烈的立委選區的投票率 是高的 到中為止 那如果我們看過去幾年的投票率 我們不要講兩千年 兩千年因為那是特例嘛 等於說那一次整個撒卡都 阿扁啊連戰啊跟 宋楚瑜 那一次達到八成二 如果我們看近年 二零一六年投票率是六成六 所以這幾年來的最低的一年 二零零一六 二零二零年七成五左右 大概是近年來最高的一年 所以如果依照今天 今天投到中午的狀態 很有可能如果依照 下午沒有什麼大變化 比方說下午突然 陽光非常大 還是說下午非常冷 有非常極端的氣候的情形的話 其實照理想 應該會落在 二零一六到二零二零之間 的投票率 就是應該會比二零一六高 然後比二零二零來的低 這是投票率的部分 那比較奇怪的地方是 因為目前依照整個 不管是台鐵還是高鐵 所預售的車票來說 其實比四年前是賣的來的多 多確定多 就是說我跟大家也分享 因為我以前在交通部也待過 就是說台鐵高鐵的票 通常不是只看 禮拜六這一天 你要從禮拜九開始看 因為五有人就會提早回家 五在下午晚上 六有人投完票就回家了 然後日 因為有人會回到老家之後 陪爸爸媽媽 然後再回這個工作崗位 真是到禮拜一早上上班 所以正確來講 每一次如果說 看那個所謂的訂票的狀況 是五六日一都要一起看 五六日一 因為老實講 這個訊息也不是秘密啦 所有跑交通線的記者都已經傳遍了 就他們都掌握到了資訊嘛 有消息來源 五六日一的這個車票啊 賣的狀況今年 比四年前 好 而且好不少 好不少 所以這就奇怪了 我覺得最後開票就會見真章了 可能晚一點啦 就有可能晚一點 也許前一天那個 大家可能激情過後 去唱歌啊 跟爸媽吃飯聊天啊 打牌啊 所以看下午的狀況 但是如果真的只到中午而言 到中午的投票率沒有四年前來的高 可是大眾運輸賣的票又比四年前來的多 這是這一個一個問題啦 不能單純回去看爸媽啊 對啦 不孝順啊 單純回去看爸媽啊 很孝順回家然後再不投票 沒有 但我要提醒他就好 票很難買耶 回程票很難買耶 爸媽很重要 對 專程回去看 好 第二個我要講 就是今年的那個 我們也要看一下我們今年到底台灣 所有投出來的樣貌會長怎樣嘛 所以我們也看我們的年齡的分佈很重要 就是說如果以年紀來講 四十到四十九歲這個群體 是所有人口數最高的 占百分之十九點八八 是三百八十八萬五千三百九十三人 所以這個群體是現在我們台灣 就是說整個金字塔的最高峰啦 人最多 那很多人會說那手投足咧 手投足第一次投票喔 會跟大家分享 今天早上我去投票的時候啊 我看到很多面貌真的是手投足 因為是什麼叫手投足 爸爸帶出來媽媽媽帶出來 沒有人家都滿二十歲 怎麼會爸爸帶出來 那個很多是帶女朋友 男朋友一起去投 或是是老公或太太 年輕的夫妻的樣貌 二十幾歲的很明顯 我為什麼我說一看就知道手投足 因為他這樣投開票所嘛 跟以往其實都同一個投開票所 但是去呢 找不到路 然後要找那個要找那個要找那個要找 我身為民意代表 當然要跟人家講怎麼走嘛 我現在變資深前輩了 投票的資深前輩 人家是那個菜皮疤第一次投票 這個族群有多少人 一百零二萬 所以手投足有多少的比例會去投票 也是蠻關鍵的 很多人說手投足 其實這次投票率也是蠻重要的 對對對 因為一百萬耶 手投足超過 所以說有一百萬人 是人生第一次投下深勝的一票 決定台灣總統候選人 然後你的立委等等等等 以及政黨票 最後一個我要講 就是說五十到五十九歲 這個群體是佔第二多 就是也佔了三百五十三萬人 就十八趴 所以十九趴到十八趴加起來已經近四成 所以我們想像台灣的年齡的結構 有近四成的組成是在四十到五九 所以這是台灣現在人民的組成年紀 最大的一個結構 那也是都投出來票會最多的族群 就是這個族群 好那要請教委員 因為現在看起來 這個可能到下午的時間點 大家應該都要出門投票了 現在投票數開始有點催起來了 臺中中午之前投票數將近五成 那另外在新竹的部分 投票率將近四成三左右 那剛剛這個冠廷有說到 你看總統可能簽動立委 那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投票率的部分 這次以目前我瞭解的 以臺北市而言 臺北市現在投票率 其實還還不太不太樂觀 就沒有沒有那麼好 就是感覺感覺起來 應該是這次應該蠻激烈的 大家應該都出門投票 但現在聽起來 好像這個一直沒拉起來 那我講一下我今天投票狀況 我早上十點從我這個松山區 我家出發 那我太太人在那個戶籍在三峽 所以我等於是從臺北開車 帶他去三峽 十點出發 一路上有暢通無阻嗎 沒有 超級三 我開到三峽的時候 已經大概十一點快半 就放他下去 然後我們大家投票又來不及了 我還要 因為我自己還沒投票 因為我想說中午投票人比較少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趕回來 然後再趕回我的 這個松山區投完票之後再過來 前後大概花三個小時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雙北 或者是這個以臺北為主附近移動的車輛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的確很多可能年輕人 或者是這個一般的這個小家庭 他們可能 房子可能是滿在雙北 說雙北或桃園 或是基東或宜蘭等等 但他們戶籍可能還在臺北 所以他們要必須這樣移動投票 所以這個人口老實講蠻多的 那就回到剛剛冠婷講的 其實像這次投票率四十到四十投票人口 四十到四十九趴其實是最多人 那第二多算是五十到五十九 然後再來三十歲以下也蠻多 換句話說這一批這個 這個青壯年這一群 這一次看起來投票的積極度也蠻高的 包含剛剛所謂的高鐵台鐵 然後板江投票學生族群 所以他們大概這一次積極度是有出來 那反倒是過去我們認為 譬如說長輩們 在以前都會先排隊幹嘛 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有經過我的投開票的時候 有看到有部分排隊排隊人潮 但的確沒有之前來得多 那當然他就會影響到最後的整個 整個投票結果 那我還是要講 反正投票是你的權利 所以你應該就是趕快去出門 去行使這樣投票 那回到區域立委選區 這一次就是說 大家比較關注的這樣子一個選區 其實大家不管是 當然政府總統大家都會都會關注 那立委候選人彼此 他們也是也是會不斷地去希望這個支持者都出門投票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不管剛剛新聞看到的這個中和 然後新北等的選區包含臺中 臺中現在看起來投票率比較高 眾所皆知現在臺中就是一個這個北跟南之間一個中間 這個過去有有戲稱說贏中臺灣贏天下贏臺灣之類的 所以代表說這一次臺中整個這個立委也很很熱鬧 那總統大家真的很熱鬧 因此把這個整個投票率去積起來 大家去擁護支持自己候選人 所以要出門投票 所以臺中的狀況我覺得比較符合這一次選選前 大家看到比較熱情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整個整個整個看完之後 其實這一次我覺得政黨政黨的政黨的支持度 政黨的區域立委是這樣子 我覺得每一個越激烈的區域 或是大家越關心的區域 大家當然會願意願意出來投票 但是反而可能過去選前 大家覺得沒那麼關注的區域 可能那個選民他沒有他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這種投票熱情感 覺得都一樣都一樣 那乾脆就乾脆就不出門投票 所以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最後大家可以等投票完之後 去看一下北部中部南部 各自的投票率的區別 我覺得第一時間當這個就是四點投完票 如果第一時間如果有這個資訊出現的話 大概就可以去預測一下 最後選舉的一個結果了 好所以大家說再過兩個多小時就要開票了 還沒有投票的話記得趕快去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賽選前 其實三位的總統候選人都有開了這個國際的記者會 那也有非常多的外國媒體都來到臺灣 那很多人說這一次二零二四呢 可以是吸引最多外媒的關注 為什麼呢 因為外媒都在看這一次臺灣的選舉結果會如何呢 好請教小玉姐因為這一次統計呢 四百三家外媒記者呢 四百三十位外媒記者呢 這個四百三十位外媒記者呢 採訪總統大選 超過二零一六跟二零二零年 那為什麼這一次的變化會那麼樣的大呢 現在CNN說因為選舉結果呢 可能會改變世界也牽動美中關係的變化 這次的選舉來講 是國際高度關注非常重要嗎 就我瞭解就是說這次外媒來臺灣 至少超過三百多個 而且不只是這個像美國 什麼BBC CNN 美英 包括連這個什麼印度 中東 日韓 阿拉伯的國家 對 東來 那我分享兩個 就是我跟這個外媒朋友 在一起這個採訪的經驗 那事實上呢 你知道我們以前採訪候選人的時候 其實我會蠻害怕做那個叫做載租車 你知道 就是我們叫戰車 媒體採訪 記者講成豬仔 他就是有點像那個 因為那個你知道候選人他們都會上那個 尤其最後總統副總統 車隊掃接 那你要拍他的時候 我們這個記者都要上那個戰車去 我們叫戰車啦 那因為擠太多人了 所以後來就戲稱叫做豬仔車 我們自己啦 那通常我會害怕那個 因為你知道人很多 然後就很晃晃晃晃晃晃 那有時候坐下來 頭都就會想吐這樣 可是你知道對外國媒體朋友來講 他們第一次能夠做那個時候 他們是比我們異常的行為 很興奮 對他們就是沒坐過這種車 比較少比較少 對對對他們沒有 而且大部分就是說 他們在自己的國內採訪 基本上不太會去提供這樣子的戰車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們對這種做這種戰車 他們是很興奮 那再來就是說 這一次我沒有 但是前幾次 就是包括有那個中國來的記者 以前有啦 那這一次好像比較少 就有中國來的記者 他們會特別喜歡去那種造勢場合 你知道嗎 那他們當然會比較偏去藍的造勢場合 那他們就會忍不住去跟這個現場民眾 去要這個旗子來揮舞 然後他們會大聲的跟融入台灣的民眾 會一起喊 動算動算 那他們會自己講良心話 因為包括你在中國 你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你還會喊 動算動算怎麼可能 所以他們會非常enjoy這種台灣選戰的熱情 這是我以前過去採訪的經驗 那這一次我就回答你剛剛的問題 就是說這一次為什麼特別的熱 當然由於是地緣政治的關係 你知道每一年都是會有中國的因素 或者是說像上一次是反送中 或是有王立強 那這一次當然更加深了 包括之前的那個俄烏戰爭 還有以哈戰爭 所以就是說大家會外面會特別關注 這次台灣的選舉狀況 因為會牽動到所謂的地緣政治 包括兩岸美中台 還有這個包括就是說印太戰略通通都有 所以為什麼這次來這麼多記者 可是我這邊要講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媒體 會比我們想像中的媒體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外媒朋友來 就只會問說 你們怎麼看待兩岸關係 什麼什麼的 他們會去各個競選總部去看 這當然是基本功課 可是我必須要講 這一次的外媒多了很多台灣的深入觀察 我講幾個例子就好 比如說你這次去看包括BBC CNN 經濟學人跟衛報 他們都出了很多條的台灣美 台灣生態的一個深入報導 我講幾個大家令感動的故事 BBC前幾天拍了一個影片 他是真的來台灣 除了走訪 除了走訪選戰之外 他有一個又叫做台灣製造的一個作者 叫衛背山他特別去拍他去搭自強號 搭自強號 然後吃這個台鐵便當 他去跟大家講述為什麼這個台鐵便當 是從日劇時代一直傳下來的 然後一直在講到說 這個有一些菜色 比如說還有去拍什麼左宗堂基 他會講說這個是中國的名菜 那為什麼 因為是一個湖南的主廚 因為他私鄉 所以在台灣發明這道名菜 你知道他們會用這種歷史的背景 去帶台灣的眼鏡史 譬如說台灣有經過殖民的過程 然後這個跟中國的微妙關係 他會從食物去切入 所以我覺得BBC這則報導 會顛覆了大家傳統以往 就覺得說你只訪問 譬如說民進黨的國際事務部主任 然後這個民眾黨的 各個黨派的這個代表 然後沒想到大家的印象 只會覺得是這樣 可是沒想到他們這一次 是從這種民間的角度 做深入報導這樣 我提一個更特別的例子 你知道這一次半島 半島電視臺 他跑去哪裡 他跑去中和的福德宮 他去採訪宮廟 然後經濟學人 去北港的朝天宮 然後衛報 甚至跑到新竹堅實鄉 去拜訪長老教會 他們試圖就是用這種寺廟跟教會 然後去看一下台灣的這個 宗教跟選舉的 結果所以我要我講這麼多的例子 我要講的是說 現在的外媒已經不像我們 這個想到說 他們只是很傳統的敷衍 來問導遊而已 對對對 就是問幾個學者 來做一些分析報導 他們是非常非常深入 這個台灣的民間 甚至還有美國之音的記者 跑到高雄去 他們做的專題是說 為什麼台灣的農民 比中國農民靠著鳳梨的這個產出 多了25倍 那我記得有一個畫面很好玩 他們就看到那個田裡面 小玉姐 我剛剛講到那個美國之音的記者 他做了一個報導 他跑到高雄的鳳梨 鳳梨田那邊去拍 那除了他們他做一個深入報導 就是除了做ECFA的影響之外 他們很好奇 就是說為什麼台灣的農民 可以比中國的農民 就鳳梨鳳梨農民 然後的收入多了25倍 那其中有一個畫面非常有趣 他去那個農田裡面 就看到說他們去擺了一個 蔡英文的旗帜 在那個農田裡面 然後記者就很好奇說 你怎麼會擺總統的旗帜 在在這個田裡面 那那個農民就不好意思說 因為這樣可以下鳥 不是就是說人的頭像 人的頭像是可以下鳥 可是這種的報導 你就會說在很多的國家裡面 很多這個元首的這個 代表說台灣是比較民主開放 你很難想像 中國不可能用習近平的頭像 去下這個鳥 不太可能 所以他們會從經濟 從宗教 從這個各個各個角度 去看一下台灣的 今年的選舉發展 所以我會對這些外媒的朋友 我會蠻敬佩 因為他們在台灣時間不長 你在台灣時間不長的狀況之下 你要做這麼深入淺出 但是我最後要強調是說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不管是說外媒用各個角度看 可是台灣這一次很難得 越上媒體 像我在外國 像我在國外的這個朋友都說 幾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 至少上十則 有關台灣的新聞 所以他們 他最後告訴我一個標題 叫做台灣人是大富翁 透過這次的選舉 我們讓外媒看到了 台灣的民主發展還有多元化 我會覺得這個蠻感動的 所以用選舉來看見台灣 那要請教晃哥 因為這次很多人說二零二四選的 也是跟中國之間的距離 因為你看CNN裡面就深入報導說 因為中國當局正密切關注台灣的選舉結果 北京長期以來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習近平在新年賀詞稱統一是歷史必然 但是台灣絕大多數的民意 並不希望被中國統治 然後包括也有美國作家 這個是洛杉磯時報刊登的文章 他說二零二四因為是全球超級選舉年 包括台灣在內有七十六個國家準備要投票 以台灣為例 凸顯民主制度受到挑戰 這次選的也是跟中國之間距離 對 其實跟中國之間距離 你可以從政治上跟經濟上來看 政治上我想應該就不用多說 台灣現在最主流的民意 應該就是說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一個賭權主力的國家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不隸屬 你過你的 我過我的 那我們的要求只是說 你不要沒事用武力來恐嚇我們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台灣超過八成以上的主流民意 是這樣子 我都先不跟你談什麼統一獨立 政治上選擇跟中國距離 他通常以現代國家來講 他容易受到經濟上影響 其實你如果去了解台灣的經濟發展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台灣的經濟離中國越遠的時候 其實台灣自己的經濟會越好 你從蔣經國時代的不接觸 不談判不妥協開始看起 當時我們跟中國是幾乎沒有往來的 可是當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是非常好的 當然有人講說那個時候因為經濟狀況不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先把這個因素撇除掉 到李登輝時代借級用忍 其實經濟也還不錯 到陳水扁時代的時候 開始大量的台商到中國去投資 台灣的經濟就開始變得比較不好 因為被中國影響 可是別忘了 那個時代就是2000年到2008年 中國的經濟是還在起飛的時代 所以等於是他 等於是他經濟發展有一點點紅利 給台商賺到了 利用他們比較低廉的環境成本 跟低廉的勞力 馬英九時代簽了ECFA之後 台灣的經濟高度的跟中國綁在一起 所以你會看台灣開始出現一個狀況 叫做低薪 其實現在很多人講說年輕人低薪 沒有錯 這是事實 但是這個低薪他的狀況 並不是現在造成的 他是跟將近二十年來 大量的台商 特別是製造業到中國去生產 所造成的低薪化 其實是有關的 因為變成說製造業的 比較比服務業 比低階服務業高薪水的行業 工作機會他變少了 所以會造成低薪化 一直到二零一六年蔡英文上來之後 開始慢慢的去做一些調整 經過八年很辛苦的調整 其實臺灣現在的經濟體制 已經如果用一個大家聽懂 叫做小孩回大人回家 就慢慢的他的產業結構在調整 我們現在不管是實質的平均薪資 或是說平均國民所得 都比以前要好 靠自己變得更健全了 對 那所以你看這八年來 我們跟中國的經濟的依賴性 其實越來越低 所以你從這一段歷史 你大概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你經濟上離中國越遠 政治上離中國越遠 其實我們的發展會更好 那再一個很明顯的 你看股市就好 股市大概很清楚 臺這個是近新聞的報導 說臺灣必須 因為馬英九受訪的時候講說 臺灣必須相信習近平 他說但是比較中廣臺去年的經濟 跟股市表現就有答案 臺股去年大漲超過兩成 橫甩中港股 蓬勃指數 這個蓬勃指經貿脫鉤 讓臺灣脫穎而出 近三年兩岸股市相關係的係數幾乎坎半 也就是說以前的台股 簡單來講 以前臺股指數某種程度上跟上海 跟深圳的股市會連動 可是最近這幾年來 臺灣的股市跟他們幾乎已經脫鉤 臺灣股市現在看什麼 看美股 美股 美股 不管是他的Dow Jones 或是Nestek 或是標普五百 臺灣股市 基本上現在跟美股連動的關係係數 越來越高 所以我覺得從 不管你是你有玩股票 應該就知道 不管從股市或整體經濟 總體經濟來看 當臺灣的經濟 他對中國的依賴性越低的時候 其實臺灣是越好的 不只我們的產業會升級 然後我們的高薪的工作機會 相對會增加 然後最主要是對投資人 我想做過去兩年的投資股市的人 應該絕大多數人 都應該有小發一筆財 我們當然平均值 當然不可能每個人都賺錢 也有人這個 晃哥 主持人笑了 因為主持人看起來沒有 這個就是秘密啦 主持人就會賺錢也不會高 因為怕我們叫他請客 沒錯 就是平均值來講 其實大多數的股民是賺錢 所以我覺得 就其實投票很簡單 就是說看你要 現在生活將來更好一點 還是說走回頭路 回去走到經濟上 依賴中國的老路 如果你從過去這些數據 很仔細的很理性去分析的話 你就會發現 不管是現在的依賴度 現在已經相對降低了 然後現在沒有服貌 那將來是不是要重啟服貌 重啟服貌之後 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你從過去的歷史經驗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 臺灣的經濟真的只有一條路 就是把中國當作全球市場的一部分 而不是把它當作全部 好 所以臺灣要變成一個關鍵的角色 在全球市場的部分 但可以看到小英總統 在今天上午也來投票了 而且是蕭美琴陪同一起投票 那麼蔡總統在投票之後 也發表了間短談話 他說今天天氣還不錯 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出來投票 民主國家的公民 可以用手中的一票來決定 國家的未來前途 我們先來看一下 總統蔡英文一早九點現身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 國小投下神聖一票 一路上民眾高呼總統好 他也熱情揮手回應 看起來心情相當不錯 還有許多人爭相拍照 不過總統投票也是要照規矩 一起排隊等候 臉上掛滿笑容 投下二零二次大選總統選票 蔡總統呼籲國人 要把握時間踴躍投票 畢竟這場大選不只備受國際關注 也是要決定臺灣未來前途 蔡總統也強調 這是臺灣民主的展現 包含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來清德新北市晉總主委余天等人 都陪同總統來投票 但蕭美琴只在門口迎接 並沒有一起走進來 蔡總統卸任前最後一次大選投票 究竟會由誰來接棒 答案很快就會揭曉 三宿黃元潔原文博新被參謀到 好那剛剛說到 其實這一次有很多全球的國際媒體 都來到臺灣 那包括西班牙媒體部分 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這次西班牙媒體 還特別說了 臺灣大選是全球地緣政治的秩序 關鍵 中國的影子很長 他怎麼說呢 他說中國的影子很長 而且很真實 在臺灣洋海地區 中國的海軍艦艇的擴音器 是比以往的更加響亮 每個小時都在重複播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這一次試圖透過海陸空 還有網路來加大施壓 每天都有兩百個頻道上傳 夾帶親中訊息的影片 試圖要跟臺灣年輕人產生共鳴 影響他們的投票意願 所以你看華爾街日報也說呢 臺灣大選的變數 非常非常大 也牽動了全球的神經嗎 對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呢 中共就是一種阿Q的心態 我不會因為每天 在我的這個社群網站裡面說 林志玲跟林湘是我的 他們兩個就是我的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你每天在那邊哄嗓對不對 每天在那邊哄嗓說 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就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親猜公共 當然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他們會我發現他們的手法不斷在改變 像這一次選前的一些變造的一些東西 對不對 不約而同來自於上海同一個IP 那麼上海要知道 中國有一個三十萬 由三十萬網軍所組成的一個相關的機構 專門在生產這些什麼內容農場 還是包括用駭客攻打我們 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部會 常常有一年遭遇到幾百萬次的網路攻擊 都來自於來自於中國的這些所謂的軍事化的 這個得說 駭客入侵 那麼但是中國現在顯然他的問題 自己的問題比我們還要嚴重 你可以發現中國以前 我記得是這個2000年的那一次 就是阿扁 那麼連戰送處於選舉的那一次 那一次也是咬得非常緊繃 結果沒想到在選前的時候 那麼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開了一個國際記者會 像流氓土匪一樣的恐嚇台灣人民 如果你敢支持台獨的話 我們就怎樣怎樣 他這個動作個人認為至少催出了三十萬票 為什麼因為很簡單 台灣人像什麼呢 台灣人像一種動物 台灣人像水牛 也就是說平常默默的工作 在各個不同的職場 雖然大家有不同的這個等於說 發揮的這個功能跟賺錢的管道 但是我不會主動去惹事 我不會是聲勢 甚至於我就默默的去做 但你不可以欺負我過的頭 你欺負我過的頭 無感就給你頂你知道嗎 我用我的牛角跟你沒完沒了 而且我力大無窮 就像那個刺蝟的那個意思是一樣 那麼中國他不斷的在借選台灣的選舉 開始修正 現在不是很多人在講說什麼 要讓中國的老百姓來觀光之類的問題嗎 大家弄錯了為什麼呢 2019年的8月是中國下令不准 中國的觀光客包括團客 最後連散客都不准來到台灣 為什麼 因為2020年台灣即將進行這個 總統跟立法委員的大選 是他們把門關起來了 他說關就關 然後你看他們的飛彈飛機 軍艦無人機 可是你沒有發現最近改成 最多來的是什麼 高空相關的間諜偵測氣球 他在修正他不斷的在修正 當然現在當然飛彈 因為聽說他們的火箭軍 什麼飛彈的燃料把它改成水座 我聽的都不可思議你知道嗎 這什麼功能啊 把水變成清嗎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貪污腐敗 超過我們的想像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請問習近平會把自己 一手手提拔的外交部長 秦剛跟國防部長李尚虎拔掉嗎 通通弄掉 那是對他來講 那是很沒有面子一件事 因為兩個人都破格拔拔拙的嘛 所以你就知道 中共現在要滿頭包 而且經濟搞成這樣 到現在都還經濟一塌糊塗 搞成這樣 失業率 中共的術語叫下崗 他們到現在都不敢公布 年輕人的失業率也不敢公布 所以事實上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了台灣 這個在過去這幾年 跟全世界一樣 我們遭遇到包括通膨 包括你看最近 夜門的那個那個叛軍 砰的飛彈一打對不對 航運股 我承認 我的航運股就起來了 我的就起來了 就出現一個 但是我跟王俊進 我跟王俊進一樣 我還是不會請客 幹嘛說我 我請客了 我太太要幫我耍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牽一把的動情 我們台灣在過去這三四年的疫情期間 已經是全世界很慘很慘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算是這個獨樹一格了 大家加油 台灣加油 沒有啦 那個我們還好吧 把那個聊天室關掉 不然人家以為我們探瓦賊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這回事 我們請教人家 我們又不會叫你請客 很怕你知道嗎 沒有 請教人家快點 因為這一次有很多的台港人 也就是之前反送中之後 很多香港人其實來到台灣 而且他們是這一次剛好的手頭組 對 他們也勸告 他們說以港為健 不要相信中共 他們說什麼呢 台灣是香港人的保護傘 成為台灣公民那一刻 他真的鬆了一口氣 終於可以穩定下來 回想當時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志願服兵役以一己之力捍衛台灣 你知道那個中山站那邊 不是有很多自彈自唱嗎 有一次我看到有香港遊客 來到台灣 你知道他點歌點什麼嗎 海闊天空 對 我就過去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在台灣點這種歌 因為在中國不能唱 然後我就覺得很哀傷 你知道嗎 我想說連唱一首歌的權力都沒有 沒錯 我要這樣子講 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今年的手頭組一百零二萬 手頭組不只有年輕人 有部分的手頭組 其實是從台灣以外的其他 他不管是地區或國家 移民到台灣拿到身分證 他可以投下神聖一票 一起決定中華民國總統是誰 我舉幾個人的例子 剛剛舉經講的這個香港人 其中有一個33歲的運動治療師 他直接接受採訪的時候就講說 如果台灣相信中國 而且政治傾向如果親中 以後也會失去選擇跟發生的機會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香港新住民 到了台灣拿到中華民國 變成一個真正的台灣人之後 他是真的用他血跟淚 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辦法 有民主的體制 一個民主的國家 是值得珍惜的 另外一個45歲 終於拿到身分證的 一個香港的醫師 叫杜承恩 他在2022年11月拿到台灣的公民 你知道他說拿到身分證那一天 就是11月的那一天 他說他是人生的第二個生日 而且他很明確的 在受訪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香港是中國式談判的受害者 不希望台灣人也走上這一條 一定 必定會滅亡的道路 第三個呢 我分享第三個也是香港人 現在是台灣人了 是大家很熟悉的 杜文哲 撒強哥 撒強哥 大家有看港劇都知道 他拿到身分證 然後來台灣定居三年 五十一歲 拿到這身分證 比我們晚拿到身分證 可是其實已經五十一歲了 他今年也是第一次參與 這個民主的一個選舉 他講什麼 他說沒有一個民族 不配有民主 任何國家都不該有獨裁 說實話 一個香港來的人講這個話 這也是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要珍惜 我們現在有的民主的體制 那剛剛我們很多來賓有提到 外媒來台灣很多 主要今天是這樣 我們每一年中選會 會有一個登記窗口 就是說外國媒體來台灣 如果你需要記者證 可以去找中選會登記 可是台灣其實是民主國家 你沒有記者證 也可以採訪 所以簡單來講 剛剛講這個數字 是最低最低 至少這個外媒人數 我們比較一下 2016年的時候 有383個人申請 2020年的時候有286個人申請 今年有超過300個人申請 所以國際上非常關心台灣的這次選舉 我分析一下為什麼 第一個原因 就是台灣現在經濟的排名在全世界很前面 經濟強國的投票都會受到矚目 這是全世界必然的狀況 第二個 台灣美中台的關係 國際關係 現在第三個 我們也不要一直都說是我們自己 全世界 因為全世界二零二四年 一百多個國家 有好幾十個國家都在今年選舉 然後我們因為選舉來比較前面 所以各國會過來 好 各國的媒體來的時候 現在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每次在那個現場喊 動算動算 怎麼翻譯啊 動算怎麼翻譯 這是大災問耶 我們去查了一下 那個 不同媒體有不同的翻法 弄算 是這樣嗎 弄算 那個其實我跟你講 紐約時報是直接翻成Frozen garlic 就是 冰凍的大蒜 冰凍的大蒜 可以這樣子翻 紐約時報就是這樣子 這老外應該看不懂吧 對 所以後來就是殺業 為什麼到底台灣 這是什麼吉祥物是不是 他後面有註解說 這是我們本地方年的 當選 他後面有 我待會兒講一下後面怎麼注釋 但是前面的主文就是寫Frozen garlic 然後重點是來了 很多在台灣的YouTube 或老外啊 記者啊 就說欸 這到底是什麼 我 那中國人 說不吃 那中國人吃不吃大蒜 台灣人動算 就搞不清楚狀況 那我剛才想紐約時報 哪有其他媒體 直接索性怎麼辦你知道嗎 直接用 動算 D O N G D O N G D O N G S U A N 好 但是後來發現呢 國際上大家聽得懂的是 Get elected 就是當選 好 有趣的地方來了 連這個Get elected 老外也一頭霧水 因為美國 都會舉美國人為例 美國人沒有人會在現場喊 動算 Get elected 沒有人這樣嘛 他們是USA USA或是 Four more years 大家記得吧 再給我四年 然後不要說英國 我們來分享英國 我們講完美國來講英國 英國是什麼 不要說 It's time for real change 是時候改變了 就是說 國外的喊口號不會喊動算 所以這個光是這個我剛才講 動算這個精神啊 外媒一堆媒體能在分析 台灣的選舉 為什麼還動算 這就覺得非常有趣 蠻特有的文化 所以大家把台灣的選舉文化 當成一個國際報導的題材 而且誰讓台灣被國際看到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一次請教董浩哥 美國媒體也觀察 台灣民主蓬勃發展 他說習近平一定很不高興 他特別派一個資深特派員來評論 他說 我心裡想 這一定會讓習近平很不開心 好 甚至包括很多人說 最近不是馬英九這一席 相信習近平的言論嗎 現在有一個中國時事評論家 就說了 馬英九論述的基本假定 是典型的 責備受害者的典型 他說什麼呢 大多數的這個暴力犯罪者 都傾向於把犯罪行為 描述為一時的激情殺人 事實上大多數都是經過長期 準備的蓄意謀殺 包括政府屠殺跟侵略戰略也是如此 這是一種慢性的感覺嗎 對啦 其實你知道 我們自己看自己 從外國人看我們 會有很大的差距 剛才講到 先講一下外媒 像紐約時報 對我們學新聞來講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外國媒體 那有一個專任作家 他怎麼下 他最近在寫我們的時候 他怎麼下個表題 當臺灣的民主選舉成為北京的威脅 這個就是說 臺灣的選舉其實對北京的政治 政治文化 因為他們沒有選舉這回事 的一些影響 然後呢 剛剛講到動算那個事情 他們 有些人 不見得很熟悉臺灣 但是因為這場選舉而來臺灣 他們什麼時候看過 在那個大型的造勢舞臺上 宰歌宰舞 唱歌啊 樂團啊 對 這個這個不是歐美文化 如果 如果我們自己本身去日本的經驗 比較多 在日本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遇到日本的那個 這個這個議員選舉 選舉 很簡單 就是一輛車子 然後 電源啊 什麼的 啦啦隊啊 還不能太大聲 因為 打擾到鄰居這樣會被罵 他他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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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這個這個噪音 每一個台灣的選舉 照道理 中國的介入 中國的威脅 這些應該我們應該很緊張才對 可是台灣選舉蠻歡樂的感覺 對 所以他們在 當然他們在看我們三組總統候選的定位 也都不大一樣 每一個報紙的那個立場跟角度解釋也不一樣 像我最好奇的是我們看不到 還有巴西的記者來啊 在南美洲 巴西什麼時候關心台灣 他總不可能是吃肉太贏吧 一定是覺得台灣的選舉 專門派 平常沒有 好那話講回來 那習近平習近平怎麼辦 習近平在想什麼 給大家看一個上海台商協會的 他他們有很多優惠優惠的方案 這個優惠方案呢 有有賞位期有限定時間 時間是一定要一月十號到一月十三號 暖心專案 你說是回來回來台灣 他有限定 不過上海台協他們 各地的台協都會有這段時間 都有非常多的優惠方案 很有趣啦 我們在選總統 選立委 希望你回來投票 然後中國各地的台協努力的把人載回來 努力的勸台商們回來投票 但是你說回來投票 到底會投誰也沒有人知道 好那為什麼要推這 跟大家介紹這個呢 因為今天不能講太嚴肅 我們講有趣的 因為中任機場你知道嗎 他能夠容納班機是有限的 他還有國際班機 他不可能全部全部都是兩岸對飛嘛 所以你航班位置固定 像我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就有朋友開始在登記 登記優惠票 那這個賞位其實是一月十號到一月十三號四天之內 這個只要九十九塊人民幣 你只要有買過兩岸金票 你就知道九十九塊人民幣是什麼概念 不過當然他有限定地點 上海飛廈門 然後有三個指定航班 航空公司 九十九塊你乘以四點五 你看多少錢 上海飛廈門 然後你到廈門怎麼辦 走小三通 所以他這個是提供機場到這個碼頭的交通 用九十九塊人民幣 你就知道說他沒有多緊張 所以你還需要解釋什麼呢 好所以台灣的選舉 是不是讓習近平緊張了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所以你說中國是介入台灣選舉 還特別給個優惠呢 這一次希望鼓勵台商回來投票 不惜寄出的機票價格 竟然是平常的兩則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 總統大選前一天 中國台商大舉回臺 為了投下一票 專程返商不容易 工作要請假 還得花機票錢 回來的台商坦言 背後有中國機票補貼 投票專機跟過年的機票 就這一次是包兩段 然後如果你單買過年機票 現在就是五千多塊 單就是來回 然後如果你買投票加過年的話 就是兩次加起來三千四 放出機票又會殺手鐵 刺激台商返台 專案曝光 毫不避諱打著選舉機票 在台灣大選日十三號之前 從上海飛台北 來回只要人民幣一千五百元 相當於台幣六千五 對比機票原價等同於是打兩折 選舉過年機票一塊買 還可以用幾乎一半的價格 到手兩張機票 後面聽說不會有加班機 前面幾天放的消息 所以反而更多人會 趕快再來買這種機票 好像沒有 因為我記得好像很多地方 票賣不完 對 然後原本說要開加班機 好像又說 本來票沒賣完就不開了 有台商透露 中共這回目標動員 十萬台商回來投票 原先機票優惠 只限於在一線城市 但多數台商返台意願不高 機票優惠區域再擴大 到青島 廈門 福州 武漢等 新應線和二線城市 更有不少人接到官方 關切電話 問你買機票了沒 這次還沒有人這麼關心過我 要不要回台灣 他們會打電話問 就是我們要不要回來投票這樣 朋友有時候接到說 如果不回來的話 他們會問為什麼不回來這樣子 光是桃園機場統計 從中國返台人數近兩週 就達到八萬九千人 台商回不回來投票 成為選戰重要變數 即便沒有明講 要台商挺誰 但中國借選意圖 可見一斑 三雄 劉宇柯仙來北陳福島 好 把握最後的時間 剩下一個半小時可以投票了 那麼在剛剛根據統計 截至中午十二點的時間 花蓮雄友會 這個投票率已經達到六成了 那麼在宜蘭有五成 那麼台東目前是到十二點的時候 是超過了四成 這是我們剛剛說到的最新消息 好 我們要請教一下委員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很多 在台灣的香港人來投票 那你看中國這個時事評論家就說 馬英九的這個 相信習近平的言論 是典型的責備受害者論述 他裡面怎麼講 像香港實施國安法 就被認為說 是香港示威活動當中 出現暴力行為的結果 所以才會被實施國安法 新疆的再教育營 被認為是因為宗教的極端主義 所以你才會被中國實施再教育營 那你看看 那為什麼那麼多香港人 願意來到台灣 想要來到台灣 那麼投下這個神聖的一票 講香港人之前先談一下 剛剛那個所謂的對岸提供的 優惠的機票 你看他們多麼鼓勵 我們台商回來 心思民主的權利 多支持民主 九十九塊 但我也必須講 就是說其實 我們不應該把台商貼標籤 台商回來他自己有他自主意識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 我也不是很肯定老公你這樣做 到底是幫到誰 九十九塊的機票 絕對是好事 對啊 沒有啦 鼓勵 鼓勵投票 因為大家很聰明嘛 你過年投票一起買來 一個反賬太貴了 過年太貴了 是不是現在回來了 可是我們可以就是一直維持 這樣子的價格 我不知道 這留給大家自己去跟老公談 那另外還是要講 就是說剛剛我記得上段有提到說 為什麼對岸這麼懼怕 臺灣每一次的選舉 其實今天有個新聞 就是這兩天 就是我們看到大陸 中國大陸他們對岸的民眾 他都都是用微博 那微博現在hashtag 就那個標籤他已經禁止一個 禁止到臺灣選舉 那其實很多大陸的朋友說 這個臺灣不是正在選舉嗎 為什麼我都看不到相關的新聞 很明顯是他們官方 把他去屏蔽掉了 那我覺得其實現在 雖然你資訊一直封鎖 但是現在資訊流通的其實非常快 大家也會這個翻牆 UVPM等等各種方式 所以你在怎麼屏蔽 他們都知道臺灣正在進行選舉 所以這個我覺得 那為什麼他們會怕 一個很大的原因 來自於就是說 彼此兩個地方的體制的確不一樣 他們有一種他們中國式的投票民族 但是沒辦法選領導人這樣子 那臺灣可以 這個叫做有選舉嗎 沒有沒有 就不同 但是的確你說 由上由下而上的網上 你說能不能決定國家的領導人 國家元首 或者是包含這個縣市首長等等 現在目前中國大陸不行嗎 所以他們其實是大陸 尤其是老公是很擔心 就是說他為什麼擔心臺灣的選舉 其實第一個是誰當選他們會擔心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子一個民主制度 他們擔心這個對岸的民眾會要求 然後甚至要求金額向上 所以我們過去聽到什麼維權啊 提到各種的包含他們地方的什麼 只要他們團結聚在一起 他們都很擔心 會擔心在華人社會裡面 這樣子的制度複製到 所謂中國大陸去 因此他們不斷的屏蔽 那我也覺得屏蔽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其實資訊是會流通的 還是你自己把自己內部做好 那再來就講到香港的這個事情 這一次臺灣有很多香港的所謂手頭族 剛剛冠廷有講到 那手頭族可能是他們早就來臺灣了 也有可能是過去不管是這個 香港回歸之後 或是前幾年的這個所謂的 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 有人擔心這樣子一個被威權控制底下 所以逃到其他國家 包含到臺灣 那他們普遍有個想法就是 他們對臺灣選舉感到非常的好奇 非常的新奇 為什麼 因為的確 過去香港香港 不管在這個英國統治時代 那包含這回歸之後 在這個中國大陸統治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這個 幾乎是沒有所謂民主投票 雖然他們有所謂的香港的一個人大 那個人大選舉 但整個控制的力道很強 包含資訊的這個出去都會被受限 還有建制派這種差別 所以來到臺灣之後 他們覺得原來選舉 是這麼多元開放的 然後是從這個選舉前一年 熱鬧熱鬧熱鬧 到選舉前一天晚上還在熱鬧 原本到十點就要結束 到十二點之前 網路上還是很熱鬧 所以這個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就像我們二十歲一個成年人一樣 第一次面臨投票 然後第一次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利 姑且他們可能對於臺灣的整個政治人物 或生態不完全的 因為生活時間的關係 不完全的了解 但第一次可以沒有別人控制 沒有其他的這個壓力之下 可以選自己的一個喜歡的一個候選人 對他們來說是很很很新奇 而且是很具有這樣投票意識 你這樣聽起來你也會覺得自由民主很好 那你剛剛也說中國的威權之下 中國人沒有辦法這樣做 香港人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你看那如果這樣的話 怎麼相信習近平呢 沒有所以我覺得我覺得馬英九他講的話 包含剛剛那個中國評論的什麼評論者 拿西藏拿香港去類別 我覺得不太一樣的原因 在於就是說馬英九其實不是不是說 這個我不擔心什麼對岸的這個文攻武嚇 我不擔心對岸的這個軍機軍備 我不擔心對岸的國防國防武力等等這樣子 他其實講的還是一個就是說現在兩岸之間的確會面臨說 要不要進行各種的對談 不用不用急 不用說什麼什麼兩岸的什麼統一 或是說國家的這種這種認同的對談 包含的經濟 包含的一般的交流 那還是要有一個對談的一個方向 那包含蔡英文賴清德也說要對談 就現在總統也說 那對談之後 那我們要談的話 的確是要有一個在一個大家彼此可以接受的基礎 而這接受基礎在馬英九認為是一個信任的基礎 所以才可以去談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更多的討論 我們馬上回來 好 來 差不多一個最新消息 這個金門鄉親呢 因為今天本來是要到送安機場候補機位的 但因為人太多了 那麼相關單位呢 一度要調配軍機協助 那之後呢 因為這個原因取消了 那現在說呢 恐怕有六七十位的民眾 可能來不及返鄉投票 或去金門投票 那麼在剛剛呢 這個候選人陳鈺貞 那也質疑是政治力的介入 現場情況如何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姓慶來告訴大家 姓慶 後面相可以看到呢 這是在松山機場的櫃台 很多的民眾看起來是相當的憤怒 因為他們呢 都需要搭機回金門投票的 但沒想到呢 原本要支援的軍機 卻臨時取消 看一下現場畫面 我們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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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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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呢 松山機場主任證監中 就回應了 因為選舉的搭機需求高 往金門的候補人數多 而松山機場呢 在清點之後啊 有協調國防部的軍機支援 原本呢是同意的 但是國防部以戰備輪替 人力不足 軍機無法輸運為由取消 而對此呢 國防部相關的官員 就私下表示了 他們本來就沒有規劃 每次大選都會支援 因為他們要兼顧戰備的需求 沒有辦法臨時支援 而空軍呢也私下表示啊 交通部是臨時申請的 但國防部根本就沒有同意 他們就對外說 軍機會支援 只是現在呢 機場的民怨沸騰 就看之後的航班 有沒有辦法順利的輸運 否則這些民眾 恐怕沒有辦法 在投票截止的四點前 投下自己的一票 好那現在呢 這個國防部軍方人員是說 因為太臨時了 所以沒有辦法調度 那要請教東豪哥 那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現在陳雲正很生氣啊 說是政治力介入 不過不就像是中國 把台商送回來嗎 你飛機坐過去 你怎麼知道他要投給誰 其實我們在離島的投票 有的時候真的可以算 因為他我們 我們李寶的選民數是比較少 像澎湖過去 過去澎湖的選舉 如果有兩個主要候選人 這兩個主要候選人 一定會算 當天有多少班機 甚至輪船 因為有郵輪 也會也會回這個澎湖 算訂到多少張票 有辦法的候選人 甚至可以知道哪些名字 然後就知道 回來的這一船 或這個班機裡面的人 是對我比較有利 還是對我的對手比較有利 我們領導的選舉是精算制的 是每一張票都可以算出來的 所以你就看到說 五六十個人打不到班機 幹嘛要這樣子這麼焦慮呢 也就是說也許這五六十位金門的朋友 他們是有聯繫的 所以如果某一方面 臨時少了五六十張票 會不會影響選舉 但這個是要找一點協調嗎 所以這一次出現這個狀況 是不是太臨時了 所以這時候幾個處理方式 第一個 他們不會是臨時去買機票 不會臨時到這邊候補 那就是你班機 發生了一個什麼樣的調度狀況 所以機場才會跟你講說 我要去找軍機 可是現在在選舉期間 我們是進入到戰備的 所以你臨時要空軍用運輸機支援你 空軍不一定排得出來 這是常識 那通常過去的處理方式怎麼樣 其實是原有的航空公司加開 好但是因為這個不是過年 四點以前要完成投票 那你現在已經是兩點多了 兩點二十三分 二十八分 他飛到他飛他從中間市場飛到金門 要算時間 然後金門的時候你還要出你還要出關 然後你在你在坐車到投票 投票所四點以前要到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現場這五六十個人會很焦慮 這五六十個人一定在在這個金門機場一定有人要接他嘛 所以離島的離島的選舉會有這點特殊 好趕快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關心一下 各個投開票所最近情況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二零二四的這個總統決戰 藍綠白這個三方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很多的支持者 都已經來到了競選總部來等待了現場氣氛如何呢 好我們陸續來為大家做揭曉 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在柯文哲這個競總的部分 連線給主播朱培茨來告訴大家 培茨 好主播目前所在位置就是在新莊這裡 吳欣營還有柯文哲的競選總部這裡 那目前其實天氣狀況蠻好的 而且距離投票結束的時間點大概還有一個多小時 好所以到目前為止 現場我們可以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支持者 在投完票之後就已經來到現場 同時間也因為已經快要結束投票了 所以現場整個佈置舞台的作業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是有很多紅色的椅子 已經慢慢的被擺出來了 那現場有很多媒體在現場等候 還有就是有很多國際的媒體 也相當關注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這邊現在也問到了一個 已經投完票的民眾 他說他很早就已經投完票 趕到現場來了 哈囉哈囉 大家好 大概是幾點的時候就投完票 早上九點多就投完票 然後跟爸爸媽媽吃個午餐之後 我就搭公車過來 所以就測成今天天氣還不錯 那沒有想說要出去走一走嗎 沒有耶 想說這一週是蠻關鍵的 我們民主蠻關鍵的一天 那不管結果如何就是來實行我們 身為公民民主的權利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看到其實有越來越多的支持者 已經來到現場了 整個舞台的佈置呢 也在持續進行當中 就等稍後在一個多小時之後 投票結束很快就要開票了 我們三立新聞也持續守候在現場 好 謝謝培茲 那可以看到呢 這個柯文哲進總這邊 等待支持者進入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下 賴清德競選總部呢 現在也出現了很多支持者 要等待開票喔 那目前現場狀況如何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主播文藝 來告訴大家 文藝 好的決戰二零二四台灣新未來 距離下午四點鐘 投票截止時間已經不到兩個小時 我們看到在賴清德競選總部這裡 下午已經逐漸有民眾聚集 很多人都是投完票之後呢 到這邊來靜待下午四點鐘之後的 開票之夜 而且我們稍早之前發現 其實賴清德總部已經慢慢做好了準備 尤其下午三點鐘 將由發言人出面召開記者會來說明 今天晚上開票之夜的規劃內容 預計賴清德本人呢會在開票結果 大致底定之後出面發表談話 加上今天的天氣艷陽高照 因此很多人預期投票率 有可能因此而衝高 但最後到底這一次總統大選三角都 最後是鹿死誰手 今天晚上就即將揭曉 三立新聞也會在現場 持續帶你做關注 接下來把時間交換給棚內的主播 好 那麼稍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侯友宜的 進總的情況 因為剛剛可以看到 包括在這個柯文哲部分 還有賴清德的進總部分 其實也出現了相當多的支持者 那也提醒大家 這個時間已經來到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囉 那麼稍後再過一個小時十五分鐘 就要來準時開票了 那麼三立新聞也隨時來為您做掌握 那這次可以看到三立新聞也派出了非常多 專業的主播跟記者來到了現場 隨時來大家看一下各個投開票所 以及這個總部的情況 那我們接下來呢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這個侯友宜競選總部 現在目前的情況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現場 現在時間已經進入到了下午 也就是說越來越接近一六零零的開票時刻了 而我們現在人所在的位子 就是在侯康的開票之夜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板橋第一運動場 可以看到現場呢 其實是已經佈置了有四百到五百張的椅子 而且這五台也已經架設完畢 那麼主要當然就是要迎接今天晚上的開票之夜 而我們看到現在時間呢是來到了下午 而今天天氣也算是非常的不錯 以板橋來講的話呢 這裡的溫度是約莫來到了二十三度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天氣很多人就在說 會不會催出高的投票率呢 那麼是如果以今年的這個投票來看的話呢 擁有選舉權的人口總人口是來到了一千九百五十四萬人 其中在四十到四十九歲的人口呢 占比最高是將近有兩成 而他們也成了左右這次選票的關鍵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在侯康的開票職業所在場地這裡呢 目前人還不算多 但是呢我們也預估到了越接近開票的時候 人潮也會逐漸的湧入 而如果是以侯友宜來講的話 今天上午是近在板橋國小投票完畢了 預計稍微待會也會來到競選總部這裡 如果有最新的狀況也會隨時帶你掌握 以上的現場 最新情形時間交換鋪內 好 目前呢可以看到三位主播呢 帶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三位的競選總部的情況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小玉姐 因為剛剛晃哥有說到啊 這個總統的這一個可能是過關的門檻呢 就是五百萬 那差不多是幾點的時候呢 大家才會知道這個正確答案呢 根據我們以往這種開票的速度 還是要以中選會為準 不過看到中選會可能要天荒地 你怎麼做的老實話呢 大家節目都不用過了 中選會不能錯啊 對 因為我以往都在中選會 所以中選會 我可以知道他的 因為他要求正確性 準確 一定要正確性 對 大家都會 慢沒關係 但他不能錯 而且大家都要以中選會的這個數字為主 所以中選會大概 如果真的按照中選會 大概要抽到八點多以後了 那如果說按照一般的這個各黨 各陣營都會有估票 因為大家都會派出估票部隊 那估票部隊就是說 比如說你會灑一些就制工啦 或是灑一些自己的黨工啦 你會到每個比較大型的這個開票所去看 去看他會有這個爆票回來啦 那按照各區域的爆票速度的話 最快最快大概以總統大選來看 大部分往年差不多六點到六點半之間 你就會知道了 因為剛剛晃哥有講 誰先衝破五百萬嘛 大概就會知道說這個這個趨勢是怎麼樣 所以最快 但是如果以立委的部分的話 看起來最快的應該是會開在連江跟金門 因為通常這種公民少 離島的部分的話 因為他這個人口本來就比較少 所以看起來今年連江的話 是陳雪生拚那個李問 還有拚曹爾凱 那金門的話是陳玉珍對尚文凱 就是這個這個地方的話 會比較快開出來啦 那我覺得今天比較特別的部分是說 這個民眾黨 他剛剛今天最新宣布啦 說他今天沒有記者會 但是他從四點 因為剛剛看到記者已經在外場了嘛 對他四點的時候呢 他會開始搭 開始已經開始在搭舞臺 他會找這個嘉賓跟表演團體啦 會來跟支持者一起開獎看開票 你說柯文哲不受訪嗎 目前為止他說沒有記者會 通常沒有記者會的意思就是 不給獨麥 就是可能不一定會出來講 但是他會有一個看開票的活動 非常妙 可是他也沒有講說 說他坐在台下看開票 他直接說沒有記者會 對 他說今日活動無記者會 沒有人這樣搞的 總統參選人選完一定是要 不管輸贏都要說謝謝大家 不是嗎 對 可是他說 今天現在記者都在追問 說科辦真的很奇怪 沒有規劃記者會 但是有開票節目 那你也知道嘛 民眾黨就是常常不按牌理出牌嘛 那也許這個可能看狀況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得到的這個記者回報的消息 是說民眾黨這邊 還有開票節目 但是沒有記者會啦 好 那那個看起來 這個侯友宜的部分 剛剛也看到了 他是選在板橋的這個運動 運動 板橋第一運動廣場 這個是他們昨天的 對 直接選的廣場 可是這個就是說風險是 因為那個地方很大 很大啦 通常你會看開票的話 就是說好像不太需要 那麼大的場地 因為往年的那個總統開票 都是在中央黨部 在巴德路的中央黨部 對 那那個地方比較小 所以你只要人稍微 這個支持者來多一點的話 就會看起來很熱鬧 氣氛比較熱 所以連侯友宜那邊的話 哇 他今年特別 在板橋第一運動廠 我會覺得風險比較大啦 因為你來看開票的人 會有這麼多嗎 如果說你人沒有那麼多的話 那是不是這個這個 可能天氣很冷的時候 我都在家裡面或什麼之類的 對 因為大家會比較想要在家裡看 看電視 甚至看我們這個精闢的解析 那再來民進黨 當然還是傳統 就是選在臺北市的進走 是比較中規中矩 不過之前不是有講到那個民眾黨 在跟他搶那個開票的路選 後來是因為那個中正一不答應 中正一後來就是大家還記得 擔心會有一些安全的考量 因為這沒意思嘛 對不對 你在開票人家在家裡 大家想要很緊張 一起來看開票 結果你一個那個民眾黨的來租民進黨的路權 其實他也都很累好不好 對 沒有意思 後來最後的結果 是中正一在這個省的地方 就把他擋下來了 所以目前為止 這個是比較新的訊息帶給大家 那回過頭來 我稍微補充一下那個香港的部分 我覺得說這個當然講了那麼多 就是大家要強調說 是珍惜臺灣的民主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好 大家也知道嗎 大家一定不知道 香港上個月 上個月才舉行他們這個首次整頓後的叫做區域會的選舉投票 區域會有點像我們的議員投票 就是你知道投票率 你知道投票率是多少嗎 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七 連三成都不到 我以為是百分之百 就是被畢業 大家一定要沒有 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七 這個是創下他們一九九七年主權交接以來投票率的最低紀錄 我想說最後也是鼓掌通過 不是他這是議員的投票 你知道他們現在議員投票改成什麼樣子 這個你聽到了 你就不會想去投了 因為他們就是說在這個新制度之下 你想要參選 你必須要先得到特首委任的一個叫做地區組織委員 先來審查 就先提名 先經過提名 特首委任的一個叫做地區組織委員會 你要得到他的提名 然後提名完之後 你的這個身份你的言論 都要經過國安部門資格審查 你要先經過兩關 所以基本上能夠參選的人 你就已經是建制派的了 所以基本上已經沒有所謂的民主派的人選 因為通常這種比較反對 反反對反對派的 或是比較民主派的 你這個根本就不會符合資格審查 所以基本上這些人 你有什麼好選的 反正都是政府的人 A也是政府的 B也是政府的 所以果不其然 那個當選最高票通通都是 都是那個建制派的 所以等於說他們 他們的這個 雖然現在百分之二十是透過地方 直選產生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大家都知道說 你現在的人選是什麼人 所以投票率才會這麼這麼這麼的低 那當然就是說 現在中共那邊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他就給你一個官方說法 他說哎呀 因為我們要先這麼經過嚴格的審查 我們要防止這些選出來的人 你要這個防止這種叛亂 或是反中亂港的分子去進入議會 議會不是就是號稱民主監督嗎 結果你現在議會要選的這些人 你先資格審查 按照這些人來講的話 我我我真心覺得 所以他等於說 自從他們剛剛結束 上個月結束的這個議會的選舉來講 你就會知道說 現在對香港人來講 一國兩制 或是等於說是民主 已經變成了一個笑話了 好 所以請教瑞德哥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了這個三方的總部的情況 那剛剛小玉姐有說嘛 柯文哲這邊是沒有會後記者會的 這不是歷年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嗎 沒錯 比較詭異一點 照理來講應該給支持者對不對 歡呼 交代等等 都會有一個這個不要說國際 至少是臺灣國內的這個記者會 不過因為民眾黨常常 剛剛小玉講的 不安排你出牌 他們高興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 我比較好奇在過一個小時又五分鐘的以後 謝利公會怎樣 好 我現在期待一個小時後 謝利公會不會第三次開地圖炮 對不對 你說逼公 這個我不知道 結果不曉得 我們一個小時又五分鐘以後 馬上就揭曉 馬上就知道 不過我還是要在這裡告訴大家就是說 選舉已經大家忙了大半年了對不對 非常的激情 選前之夜 你看各方人馬都出來 那麼但是呢 好 所以請教一下瑞哥 你是說剛剛就這個謝利公的部分 民眾黨這個內部是蠻有趣的 對 沒有錯 因為謝利公 從這個移民署署長 在國民黨的任內 那麼後來去選了這個基隆市的 立法委員跟基隆市的這個市長 一直是國民黨 後來被挖角到了民眾黨 當了秘書長 照理來說秘書長是一人以下 那其他人以上 但後來就被幹掉了 幹掉了以後 這一次在選前連續兩次放炮 各位要知道 如果只是一次放炮 那就算發發牢騷 兩次放炮就跟你事不兩立了 我期待一個小時以後 謝利公會怎樣 因為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 等一下搞不好是黃珊珊出來打臉他 這個我不曉得 馬上一個小時後 我們就會知道 那但是這一次 台灣人民用自己的神聖的一票 即將決定未來四年的命運 那麼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就是不要太過激動 因為在今天已經發生了有憾事 就是因為太過激動的結果中風了 那所以呢大家都把心情盡量放輕鬆 我覺得紐西蘭航空蠻不錯的 紐西蘭航空提醒要飛往台灣的旅客 放輕鬆 還特別提醒 我蠻喜歡紐西蘭航空的 真是真有人心啊 這個真有這個 以客為尊才是紐西蘭就對了 這蠻有意思的 所以呢不管結果怎麼樣 大家遵循民主的這個道路 那麼但是呢我個人還是要說 這一次的選舉 2024年的總統大選跟立法委員的選舉 是這幾十年來我看過台灣選舉裡面 最骯髒最抹黑最謾罵的一次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 經過這一次的結果 出來了以後 學習到民主珍貴的一刻 我覺得杜文哲他會最有感想 好所以呢你看喔 真的是神聖的一票呢 大家趁著最後一個小時要趕快去投票 因為今天投票應該蠻快速的 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今天 很多立委候選人都去投票了 包括不分區的部分 大家一起有個大早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謝謝 米色帽T輕鬆裝扮 民進黨部分區立委候選人 萬老師郭玉琴 早上快九點就來投票 平常心 因為其實每一次選舉 我都一定會在第一時間 就出來投票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是公民應境的義務啦 那也是能夠投票 其實是一種幸福跟權利 不只郭玉琴抱持平常心 部分區立委候選人 王毅川也穿上條文襯衫 坦言睡得還不錯 這是我在這個清谷國中投票 很少看到這麼早就這麼多人 天氣這麼好 所以今天投票應該會很高 另外民眾黨部分區立委候選人 黃國昌早上八點穿運動裝現身 但投票人多排十五分鐘才輪到他 今天看到投開票所 有這麼多的人出來投票 我覺得對於台灣民主的深化 覺得是好事 因為我已經太久沒運動了 我要去打個球 然後接下來就會回總部待命 喘口氣再繼續拼 而國民黨部分區立委候選人 韓國瑜則在十一點半左右現身雲鈴 馬上會去哪裡 關注選情 祝大家新年快樂 好好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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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完票心情怎麼樣 謝謝 謝謝 敬國民應盡的義務 背心配綠色襯衫 韓國瑜拱手拜年 說是敬公民義務 至於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十點左右現身零口國中 同樣西裝筆挺戴上墨鏡 心情似乎很不錯 嚴肅而又非常輕鬆 而又有使命感的 來投下我們的這個選票 小時候獎狀上的 謝謝 謝謝 一旁剛投完票的民眾 看到宋楚瑜本人甚至笑稱 他是小時候獎狀上的人物 鬥得全場哈哈大笑 各建黨搶控部分區立委 其次各自期待 有好結果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 好可以看到這個是上午的時候 很多部分區的立委候選人來投票了 那請教煌哥 因為目前預估是到中午的時候 這個台北投票率大概是四成左右 那在剛剛這個國民黨的部分 是預估說可能整體投票率會到75% 那現在看起來 因為剛剛問了各位來賓 可能這個七成左右差不多 好你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個台北市選情 因為很多人說這次的立委選舉 引發很大的關注 很多都是五五波的激戰區 尤其台北 之前我們講到一個口號八仙過海 那這次你怎麼看呢 首先我看投票率 因為我手邊正好有台北市四年前總統選舉 到中午的投票率 那時候是48% 那今年只有40% 那差了快10% 所以今年整體的投票率 絕對不可能到75% 那因為四年前也不過也剛好 都可能有點勉強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除非下午突然有很多人都跑出來投票 可是因為我剛剛 各地的朋友經過投開票所 對 我剛剛各地的朋友經過投開票所 陸續回報 他們說下午其實並沒有很多人 下午並沒有很多人 好那台北市今年的立委選情呢 八仙過海是當年 我如果有名字的話應該是 在2008年那時候創造出來的名詞 就那是王志堅去跳海那一次 王志堅去跳海那一次 因為那一次好像是 我記得是國民黨先喊出八仙過海 然後王志堅說 如果八仙過海我就去跳海 結果真的跳海 好那在那個之後 其實台北市應該 國民黨就應該就沒有八仙過海過 所以其實你看今年 其實台北市特別多選區是五五坡 台北市總共八個選區 大概扣掉少數一兩個選區以外 其實幾乎每個選區都是五五坡 所以你說到現在 我相信到現在為止 即使今天投票已經投了 超過一半以上了 大概也很難預估說 在這個激戰的選區裡面 到底誰會贏誰會贏 那為什麼這一次會特別的膠著呢 跟忘年比起來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今年的選舉 從去年中侯友宜五月十七號被提名之後 一直到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號 軍約結束去登記最後一天為止 這半年的時間 我覺得國民黨都在浪費時間 所以你看那個半年 我們每天在做節目就很清楚 那半年其實選舉非常的冷 你知道立委跟總統在一起選的時候 你單一的立委要把那個選舉的事把它攪起來 真的非常困難 除非有少數極特殊的案例 我還記得在軍約之前 我們每天都在討論說我們該怎麼辦 對 藍白河已經講到已經快沒有台詞可以講了 你知道嗎 所以那半年的時間 你幾乎是浪費了半年 你知道那半年對於一些新的挑戰者來講 其實是非常辛苦 等於是浪費半年的時間 因為你選情不熱嘛 選情不熱對現任者是有好處 因為現任者他有既有的服務網路 他有既有的基層組織 他在按表操課 可是對新人對挑戰者來講是非常辛苦 除非這個新人是有高度爆發力的新人 好 那在那個之後呢 已經確定就沒有藍白河了 然後侯友宜有一段時間是面臨比較稍微低檔 一點點 那大概又浪費了差不多半個月的時間 所以真正立委的選舉開始熱 大概是從今年去年中 大概去年12月中以後才開始熱下來 12月中 等於是整整立委 台北市的立委幾乎 其實全國都差不多了 大概就只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在拚而已 對 那對新人來講是比較辛苦的事情 對 所以為什麼選情會冷 那選情冷的結果就是說 你有些選區呢 他的選區的特性 你一旦選區冷的時候 可能某一個正義的支持者就會出來的少 所以你看台北市 其實到昨天為止 我私下去問一下 八個選區裡面 大概至少有五到六個 是你不到票開完是不知道誰輸誰贏的 要到最後一刻喔 對有可能至少五到六個 可能就是你不開到最後才知道 可能搖很近了 那差不多會到幾點呢 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開票速度會快一點 因為他服務員沒有那麼大喔 立委的話 因為總統開完開立委 可能應該七點多就知道結果 你看台北市現在八席嘛 目前民進黨現任的 就是吳思瑤 這個何志偉 高嘉瑜 再加上五黨籍的林昌佐 對 有四個嘛 對 那那林昌佐跟這個何志偉 何志偉這次沒有 沒有選 所以吳思瑤要爭取連任 然後何志偉變成王 王世堅 高嘉瑜也爭取連任 然後林昌佐那一席 現在換是吳沛毅上陣 那這四席 就現有的民進黨 或說盟友的四席 能不能夠保下來 目前看起來 大概只有兩席比較確定 哪兩席我就不講了 大概只有兩席比較確定 那至於其他的 現在國民黨執政的 那當選的 有兩席現在處於大概交戰區 所以有可能到最後票開出來 有可能是各一半 還是蠻緊的就對了 對就很緊 所以有可能是 還是要等到七八點的時候 對有可能是維持現狀的四比四 那有可能會變成六比二 也不一定 所以真的可能要台北市 可能要開到最後才會知道 對好那請教一下冠廷 因為這一次其實大家說到 剛剛晃哥也說到 因為藍白在中間的關係 其實是一直不停的在做改變 那這一次在立委部分也出現了 包括像是有一些藍白示範區 藍白廝殺 沙哈都甚至是西卡都的部分 那你怎麼看 很矛盾 又有藍白示範區 又有藍白廝殺 確實都有 因為比方我就 因為現在你投票還結束 還有快一個小時 我就不單獨點哪個選區 但以整體而言 確實蠻詭證 比方說在中部地區 就有所謂的藍白示範區 說真的 明明是民眾黨提名的候選人 可是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浮詢的力道 好像比民眾黨還大 這個就是他們所謂的示範區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後來國民黨 在過去這幾個月時間 我認為有一個大破口 確實有出現 就是當藍白分手之後 他們整個國民黨中央 三聲五令的告訴大家說 我不能去讓柯文哲 來替國民黨的候選人站台 這件事情 在過去這幾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看到了 有非常多的 不同選區的國民黨的參選人 想辦法跟柯文哲做巧遇 所以 舉行你剛才講的 藍白應該是施殺區 或非合作區 結果變成另類合作 而這件事情 國民黨在過最後的這個禮拜 沒有做出任何手段 所以一個小時之後就會見正常了 我昨天講這很持平獎 兩邊誰得利 不知道 因為一直有一種說法是說 那這樣子也許 柯文哲跟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站在一起 好像可以替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爭取到部分白的選票 但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沒有 不會因此而讓立委增加白的選票 反而是 藍的總統選票流去白的 就是柯文哲他反而有賺 因為 組織基層當然是國民黨遠大於民眾黨 這是事實嘛 那你們兩個這樣互動 一下喊加油 一下子哪裡巧遇 國民黨最後的做法是 沒有去處理這件事情 但你看如果以今天 這個投票率沒有那麼高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中間的化學效應 可能還會再做改變 就值得觀察 就是說 我們剛開始 因為這也是過去以來都沒有發生過的情況 沒發生過 好 舉行先這樣講 到現在為止 我們感覺的出來 或甚至可以定論的 當然還是呼籲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還剩下四十幾分鐘 如果還沒投票 你不要幫我開始搶手 我剩下四十三分鐘 我後面要講什麼 沒有關係 重點是 我們兩個小時先談的 到現在這個解答還不知道 就是說 今年投票率 確實沒有2020來的高 應該確定了 對 有沒有辦法到2016的水準 還是是2016到2020之前 可是 我們怎麼會 大眾運輸的訂票 的狀況 比四年前來的高 我最後補充一個 最近其實有人來講說 台商回來很多 所以回來二十萬人 所以這個數字 我們就覺得有點特別 但後來去查 好像是回來五萬人 所以 那海外呢 我在講說從美國 紐西蘭 然後歐洲回來的 是多少數字 這個是平常 甚至是民調封關前做不出來的 這些也會牽動到這次的選舉 好 不過呢 這次選舉有很多的立委候選人 可以說是越級打怪 因為原本可能是議員的身份 包括台北市有不少區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很多人去投票都會 順便蓋在手上 然後就可以說我們投完票 搜索手背上 該有的投票印章 認證已經投票 台北第七選區 立委選舉 國民黨候選人 徐曉欣一早現身投票所 心情很好 尤其是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是民眾的投票 非常的踴躍 這個 不知道能不能休息 但是 我們下禮拜一 就要開始在台北市議會 要繼續審預算 所以我們該做的工作呢 我們會繼續的來努力 那絕對不會懈怠 北市立委選區 有不少人都是議員身份 拼立委 同樣角逐 松山信義區立委的 民進黨籍候選人 許淑華 投票完受訪 說要回家好好陪一下 爸爸媽媽 吃飯啊 然後 就跟他們鬧聊一下 因為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他們了 對 至少我覺得有一個月了吧 我都沒有回家了 對 媽媽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選前努力拼選站 北市立委選舉關注焦點 台北第二選區大同士林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尤淑慧現身投票所 也分享遇到手頭族的溫馨經歷 我還遇到一個小朋友 好可愛喔 他剛好今天生日 然後今天手頭 對 他本來很擔心說 他今天才滿20歲 會不會不能投票 結果他有拿到投票通知單 那我就說 你這張票一定要保留 因為剛好 就在投票日滿20歲 劉淑慧說自己 一早5點半就起床 也說自己投完票 要回土城陪家人 順便休息一下 同選區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王世堅 則是依照私人行程自行 完成投票 3新聞高官學校 耀明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很多是議員轉戰身份 要拼立委選 那麼很多人是要拼立委連任 不管如何 這一次 國會立委席事 總共有113席 要拼過半是57席 到底最後結果會如何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那麼剛剛問了各位來賓的部分 大家說今年的投票率 可能是比往年來的低 那可能來到7成左右 那請教一下委員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了 這一次藍白呢 其實關係 怎麼說呢 也是中間過程 也是滿曲折離奇的 好 那藍白有些示範區 廝殺區 那民眾黨這一次提了11席的區域 您怎麼看呢 包括三角度 四角度的部分 還是先講一下投票率 現在以台北市我目前了解 好 到兩點前大概 因為我們不能講精確的數字 以受討論的規定為主 那大概我看到是快六成 好 那我舉個例子 前年底這個縣市長的大選的時候 整個台北市的投票率是67.7% 那換句話說現在還有一個多小時 因為老實講縣市首長的 現在不到一個小時 現在只剩下46分鐘 那我的數據是兩點啊 所以大概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換句話說 其實縣市首長的投票率 通常會低於總統大選一點點 因為那個熱情不會像總統大選 那麼高漲 所以如果連縣市首長的票率 投票率 投票率都沒辦法達到的話 那代表說這一次的選舉 的確是比較冷的 那其實這也是有機可循 所以我們看到昨天這個趙思晚會 大家都很熱情 好冷好多啊 好多這樣子 但我們回到我們地方的 譬如說我自己選民服務的時候 到所謂市場到一般的街頭的時候 的確那個選舉的氣氛跟氛圍 是一直一直都沒有起來的 其實我覺得蠻意外的 因為我看到三場的這個造勢 都很多人啊 對 所以我會覺得那這一次選舉 它造成一個現象就是說 彼此的核心支持者的熱情是極度高漲 但是核心支持者以外的可能就是說 對政治比較冷感的 或是覺得可有可無的這樣子的 一個選民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都差不多 那所以要不要投票都可以 那這一次我也遇到蠻多人 是類似的這種想法的啦 就是覺得說好像 好像不管誰當選都 就是國家都差不多是這個狀況嘛 所以覺得選誰沒有差 類似這樣想法的人其實蠻多的 造成這個可能這個投票率沒辦法提升 那回到現在這個整個區域立委的選區的部分 這一次當然你說總統 如果整個投票率比較沒那麼高的話 會不會由總統投票率 帶動整個立委的選情 那如果投票率低的話 可能會帶動的狀況可能會沒那麼樂觀 但是以區域立委來說 就是說你看各自政黨的板塊或支持者 他們的投票意向 那當然我會覺得說對於 不管是藍貨擺帳子 不管示範區 或者是他們有提候選的選區的話 其實他那個位移的狀況其實還是蠻 蠻明確的 就是說他們其實會有一個 可能如果政黨屬性比較接近的話 那其實選民他的投票上 其實可能我覺得會有分立投票 就是說總統可能會有他們各自支持的 就總統的支持者跟立委支持的對象的 不管他的顏色 不管他的黨派 可能會有分裂的投票 現在這一次其實我覺得 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那所以投票率即便整個不高 但是回到整個區域立委選區的時候 他可能還是會有一個匯集的效果 會影響到最後區域立委選舉的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就是 我覺得最後還是要看 整個會有會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整個勝敗選怎麼去認定這個事情 好到底是一定要總統跟區域立委 或立委選舉大獲全勝 當然大獲全勝一定是選舉 你說你們一定有設一個高低標嗎 所以我要達到什麼樣的標準嗎 對不對 可能是選票的部分啊 或者是這個立委席次的部分 或者是部分區的這個部分嗎 對其實都會有一個高低標 那當然就是我覺得立委很簡單啊 就是說只要比上一屆選得多的話 那當然你就會對外宣稱說立委選得不錯 那但是這一次以國民黨立場當然希望說 這個我們當然要有常駐的進步 我們主觀上認定啊 這樣希望是這樣子 那假設沒有達到這個標準的話 那當然我覺得選後的一個檢討 包含你自己選民認為到底是勝選還是敗選 我覺得還是以選民自己的感受為主 那民進黨一樣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啊 就是說他到底區域立委 或立委的票的部分 到底會提升還是減少 因為上次你部分區是平手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標的 藍綠是平手 那這一次這樣子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政黨票的這個票數 大家去仔細看 這幾次這四屆選舉 大概都是比這個總統選票還要 總統的票數還要少 那如果這一次有出現 不知道哪個政黨 他的這個政黨票的數量高於 所謂的總統的選票 那這也凸顯的 就是我剛剛講到分裂投票的情形 那也會凸顯就是說 可能候選人本身的特質 那反而是沒有辦法帶動 所謂的政黨選票這樣子的狀況 那其實我覺得最後要看一下 整個選舉的結果 然後再去做所謂的勝敗選的一個分析 好所以請教董豪哥 因為每次這個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決戰中台灣 那這一次這個台中的部分 這個區域立委也是蠻有趣的 那我剛剛看到到下午兩點的投票率 大概評估 這個台中是到百分之五十八 好這個彰化是到百分之五十六的部分 那差不多到這個下午兩點左右 就差不多破五成而已 那你怎麼看呢 尤其這一次很多人說這個藍白示範區會出現在台中 那真的是搖擺州或者是這個決戰中台灣 就出現在台中嗎 一直都是以中台灣為主 有時候我們會以台中有時候會以彰化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很簡單 兩千聯想總統大選 三喀都 台灣最標準的一次三喀都 三組總統候選人都很強 那一次也創造了一句話叫得彰化者得天下 那包括阿扁的連任我記得也是以彰化 還是台中做分水嶺 所以你到2004年那次是PK賽 連宋和那個是三萬票的差距 所以為什麼台中或者中部會那麼重要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告訴你 那今年又是一個散卡度的總統大選 但是今年你不能類比兩千年 因為兩千年那個時候是第一次 然後國民黨連戰先生是副總統 然後宋楚瑜是省長 然後離開國民黨 然後宋楚瑜的票橫跨藍綠 那阿扁是民進黨的那沒有問題 那主要是這三個人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的選舉非常有趣 為什麼台中以南 對不起 我記得陳水扁從彰化以南 贏了連戰來講 只有贏了一百萬票 然後各地的第二名剛好都是宋楚瑜 然後連戰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拿第三名 可是呢即使他們是這種一二三的排序 最後阿扁只贏了宋楚瑜大概三十萬 所以選前其實沒有人知道誰會贏 除了當年是知道第三名是誰 可是一二名到底誰一誰二 兩個陣營都覺得是自己 好 那台中也好或者彰化也好 過去來講都不是民進黨的地盤 可是呢只要是總統大選 你只要看到民進黨拿到彰化 或者台中 他大概就過關 所以非常有趣 就是我們講 也是一個章魚哥的概念就對了 對 就是這個適用在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因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在贏的時候 像馬英九2008全部狂掃 所以他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呢小英2012我記得彰化是美贏 彰化是美贏 他是從雲林開始算 所以你就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知道說那個中臺灣其實不確定性很高 那現在的不確定性高是在於哪裡 因為像以彰化來講 現任的立委有三席是民進黨的 一席是國民黨的 但是呢縣長又是國民黨的 然後台中也是立委民進黨比較多 但是市長是盧秀偉連任 所以這個地方縣市長的影響力是有的 所以他會怎麼去 兩邊的地方拔河你很難論斷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出席率 因為台中的出席率這次應該要很高 因為台中很緊繃 台中緊繃的程度超過彰化 台中緊繃的程度是你不知道到底 如果我們再看誰會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你看誰在台中可以佔優勢 其實兩個地方 因為台中的席市夠 還有一個什麼地方呢 新北市 新北市民進黨席市本來就比較多 你能夠守住多少席 就你還能確保那個國會第一大黨 先求有國會第一大黨 後面你才可能去看有沒有機會國會過半 那你如果國會第一大黨 第一黨第一大黨跟第二大黨的如果差距很小 就會衍生四點以後可以放心講的叫做三黨不過半 就是說那個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差距是多少 對 會後面衍生很多判斷 好 可是講那麼多 一個很簡單一句話 總統投票率都不高 那立委咧 一定有人倒楣 我這個一定有人倒楣的意思是 一定有某一組總統候選人 他的支持者的出席率不夠 好 那如果這一組總統候選人 如果他又有母雞帶小雞的任務 就是說他這個 那就會影響到 對 因為我們有兩個政黨是有很多區域立委的 對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區域立委就會影響了 那像柯文哲他的那個區域立委因為比較少 我剛才講的就不適用在柯文哲身上 不適用在柯文哲這一組的觀察 柯文哲的觀察是 他的總統票的支持度 跟他的政黨票之間的支持度 連動 兩個的連動關係緊密度有多高 因為區域立委 因為他們有全國每一區都提稅你 這個不能這樣觀察 所以今年會很好玩 他到底會是比較像2000年模式 你要用2000年模式去看他 還是2016模式去看他 或者你是要2020加上2016的折中 因為柯文哲的模式 因為柯文哲本身來講 又跟連送的關係又不一樣 所以他本質上就會有些不同 好 所以大家說是得中台灣者得天下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再過32分鐘就要開票了 相信大家心情也是蠻緊張的 好 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剛剛說決戰中台灣的部分 這一次很多人說 因為藍白的關係 可能讓立委的選情可能比較焦灑 尤其是在台中跟新北的部分 那你怎麼看 這一次呢 那麼大家以前都說決戰中台灣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次可能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北台灣的投票率不如預期 所以北台灣的投票率如果不如預期的話 那南台灣的投票率好像蠻熱的 蠻高的 那中台灣當然他彼此之間會有消長 可是這一次可能真正的關鍵 就不一定是在中台灣的 那麼我看了一下大概六都目前的 我們的總投票 這次總投票數是1954嘛 那如果投票率低的話 我個人估計大概頂多到七成上下 本來預估說好像前幾天這麼熱 會不會衝到七成一七成 目前看起來很難了 可能大概七成上下 單單六都就佔了我們1954萬 8531個投票人 他的七成以上 所以這六都目前對不對 除了南台灣投票率很高之外 那其他部分投票率台中還不錯 其實他好像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個會連帶影響 不是總統票而已 會連帶影響到區域立委 甚至於政黨票的 這個等於說 那個開出來的結果 所以會不會到時候跟我們選前的 大家的預估會有一點差距 再過半個小時馬上就知道 那因為今天實在發生太多事情了 我們台灣大概有總統直選以來 今天發生的事情最多 還有立委候選人大鬧頭開票所被壓制的 然後送辦的 那還有去裡面直接拍照對不對 說要傳給 我要傳給女兒看 然後就被移送法辦的 還有各式的那個撕魁選票 那個已經是小case了 你知道嗎 今天事情太多了 還有那個因為沒有協調好 所以飛機飛不了離島的 今天其實非常值得關注的是金門這個離島 他的投票率非常非常的低 低到無以復加的低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呢金門現在 以前都說 這個連江縣就是馬祖 投開票那個可能 那個幾十票就決定勝負對不對 這次金門也一定要咬得很緊 那麼其實呢 在這個2016 我們看了一下 從台灣有1996年的這個投開票以來 最高的最高的投票 投開票投票率是2000年的82.69 但是2016年只有66.27 這次絕對沒有 四年前2020年的74.9沒有 而且呢 一口氣 是不是應該會高於2016年的這個66.27 那66.27是很低 那這次頂多 因為現在半點鐘而已 怎麼看大概是七成左右 那七成左右的話 就表示有三成的台灣人沒有出來投票 那現在就賭了 就賭 那這三成沒有出來投票的 是支持誰的 誰的支持誰的 兩年前的11月那個24的時候 那時候一兩百萬 沒有支持這個執政黨的 沒出來投票 就兵敗如山倒 所以呢 馬上就知道 再過30分鐘 立刻決定未來四年 台灣的命運跟這些政黨未來的前途 所以請教小玉姐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 有一些立委選區 其實是我們選前就開始討論說 真的是蠻焦灑的 包括蠻多人比拼的啦 可能是兩個人比拼 三個人比拼 四個人比拼 你現在怎麼看呢 剛剛講到嘛 現在看起來 台中先率先衝到七成 所以就目前為止看起來 全台灣最激戰的應該就在台中 因為通常就是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次包括這個藍綠白 通通都在台中 台中又喊出什麼 所謂的藍白示範區啦 對不對 那盧秀燕又開始狂狂 就跑出自己的本命去台中嘛 又輸不得的壓力 那所以那在蠻清德又回防台中 所以你看到台中 基本上是藍白綠三個非常激戰的區域 那回過頭來講 為什麼這一次看起來就是說 立委選情就是民進黨感覺就是要很努力啊 因為他的老將不連任的太多了 你看譬如說從北到南 從什麼蔡世映啦 陳歐珀啦 然後一直到什麼劉士芳啦 然後還有這個五黨籍的Freddy啦 很多還有什麼江永昌啦 算下來好多喔 民進黨這一次哈不浪噹 就是老將不連任的蠻多的 那所以這次看起來新秀上陣比較 新秀上陣上來的話 那這樣子當然就是說在對壘上面 就會相對的會比較辛苦 所以民進黨這一次為什麼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激戰區 譬如說從15席一直上看到20席 首先第一個的原因是 因為很多的老將 他這一次因為各種原因 就沒有連任 所以你新秀上來 包括你的知名度啦 你的一些實力啦 那還有對手派出來的人選啊 有捲土重來的啊 或是撒喀都的狀況 所以會選擇這一次的這個立委選戰 會比較激烈 可是這次藍綠都有一些 例如說議員啊 要挑戰立委的啊 或是跨區啊 這沒有辦法承接這個勢力嗎 是啦 因為之前在打嘛 就在打說這個 議員到底能不能這個 去挑戰立委這個部分嗎 後來發現其實 大家都有 都有狀況之下 這個狀況就抵消了啦 但是必須講喔 還有我覺得 今年最大的變數 其實就是柯文哲 其實你不管總統選戰也好 或者是立委選戰也好 立委選戰就是衝擊到 部分區的選票部分 柯文哲是一個 非常奇怪的一個變數 我覺得非常非常可以觀察 也許到了四點以後 我們可以開始放飛 這次算教科書喔 算教科書 對 尤其 尤其就是到我們四點 還不能講的 這個數字 對 大家會來看 好想一想喔 好想一想喔 對 你不要害我 你沒有那麼多錢 你不要害我 數字不能講 民調兩個字可以講 我得四川才如糞土 還划十萬元 不能講數字好不好 對 因為柯文哲是一個奇怪的變數 很多數字 因為他只有式化 或是說他這個 因為柯文哲大家知道 他的手機什麼什麼的部分 那所以選錢 很多都會以這種民調 這個以式化為主的 好選後我們大家來看看 到底這些民調到底 准不准 我是非常非常想 想要來這個驗證一下 那回過頭來當然就是說 柯文哲是一個 這一次最大最大的變數 因為你要知道 每次講到三喀都 大家很喜歡講那個扁連宋 可是呢 連跟宋 他的本體 本來就是都是屬於一家 都是屬於這個藍軍體系的 這一次三家喔 這一次不一樣 因為柯文哲他奇怪的變數是 他雖然在某種程度上 他會拉到藍營的選票 所以才他們的 因為想到政黨輪曆 或是什麼都 想到政黨輪曆 你會下加民進黨 這個是一個訴求 所以他們這個會搶票 可是回過頭來 你柯文哲也會搶到年輕票 對 民進黨以前這個 依賴的是年輕票 那柯文哲也會分到年輕票 所以在柯文哲 藍綠都可以瓜分選票 他可以分多少的狀況之下 這個會牽制到藍綠到底的這個 擬消筆掌他的版圖 到底會怎麼說 所以我會認為說 柯文哲跟以往的三家都啊 譬如說像我們講連送 他就是藍的版圖 你就是藍的版圖在那邊自己搶 那你頂多挖到一些中間選民 可是柯文哲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存在 他年輕拉到綠的 然後想要下降民進黨拉到藍的 所以他的 所以柯文哲的政黨票的觀察 就是他一個主要的看起來的高低標 他這次選舉的高低標 對 所以他的這個選票 因為他尤其是第一次他參與總統大選 那所以很多很多人都在觀察 柯文哲這一次的一個板塊 我們也在等待四點後可以放飛自我 那我們先來期待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在這個侯友宜的競選總組之邊 我們先連線給主播花順佳 來看一下目前的現場情況 還有一堆人塞在高速公路 好 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時間是已經來到了 下午三點半多了 也就是說 就雷稍待會正式開票的時間 1600只剩下不到半個小時 而我們現在仍在侯康的這個選前之夜 也就是這個開票之夜的所在場地 板橋第一運動場 可以發現正是因為隨著人 隨著時間越來越近開票的時間 所以我們看到現場湧入的支持者 也是越來越多了 而按照主辦單位的規劃 他們現場是規劃了 有1500個位子要讓支持者來入座 而且我們看到隨著人 越來越多 時間越來越接近 我們也可以發現到 其實在現場也出現了 許多的小巴還有胖卡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知道 越接近這個開票的時間 人也會越來越多 因此他們也趁著這個機會 要來這裡幫自己賺一點荷包 而在總統選情之外 其實相信很多人也都非常的關注 就是在區越立委的席次部分 我們有為大家做了一些簡單的分析 可以發現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 國民黨是拿下了44席 那麼民進黨有27席 無黨團結聯盟有1席 那麼無黨籍1席 那麼整體來看的話 以今年2024的狀況來看的話 總共是有309人參選 那麼同樣也是要選出73個席次 而這樣子的變化在2012年到2016年 出現了一些不一樣的轉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 發生了太陽花學運 因此這個學運造成了什麼樣的變化 包含了民進黨的部分 是一口氣是衝上了49席 而國民黨是只剩下20席 那麼特別要關注到的就是在 時代力量正是因為太陽花學運的關係 所以一口氣是拿下了3席 而無黨籍同樣是維持1席 但是如果是以整體的 台灣的版圖變化來看的話 其實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轉變 那就是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是退居 也就是說這個濁水溪以北 就是說在濁水溪以南 在2016年的這一屆 立區立委的部分 是在濁水溪以南 是完全看不到了國民黨的蹤影 那麼到了2020年的時候呢 應該說是在2019年 又出現了一個反送中的事件 那麼對於居立的席次 又造成什麼樣的變化 可以發現在民進黨的部分 雖然感覺上好像對比前一年 是稍微往下掉了3席 但是呢 他們其實在一些捐困選區是有所突破的 例如像是在這個 台中的第五選區等等 而同樣在國民黨的部分是拿下2席 那麼台灣基進拿下了1席 5黨籍是拿下了4席 那麼整體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這一次的選舉來說 大家都在討論 就是會是三黨不過半呢 那麼其實大家也都是非常的關注 那麼如果以這一次投票率來看的話呢 按照中選會所宣布的 在12點以前截至12點為止呢 目前應該說到12點的時候 這投票卻來到了34點88 那麼對比上一屆的超過74% 其實還有滿大的差距 也是大家也都在關注 最後的選情變化 那麼以上就現場最新時間 叫黃棚內 好 謝謝順佳 那剛剛順佳帶我們看到的是 侯康目前的這個在競選總部的部分 那稍後呢我們也會來看到 包括民進黨跟民眾黨 在競選的現場情況 那我們先來請教一下委員 因為剛剛那包括小姐也說到 這一次柯文哲會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尤其可能對這個兩黨來講壓力都蠻大的 好 會不會是現在已經是找戰犯的開始呢 沒有 我先預言這一次的最後當選的人 不管是誰大概都是產勝 因為其實大概就是我覺得彼此互相的選票 在這一次都有各種不同的流動 所以你說誰可以單吃什麼哪個顏色票 我覺得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這次勝選者他會面對一個壓力 就是說跟過去 當然柯文哲可能沒有壓力 因為柯文哲沒過去的比較 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 都會跟過去的一個總統 以前當選過總統的票數 可能會去做個比較 來決定說 他到底是 到底是有沒有真的完全的熱勝 還是怎麼樣 那另外還是要講 這個柯文哲他其實會造成的一個很大的影響 來自於就是說 很多不同的 尤其是他這次年輕選號拿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因此他就是 不是應該說他這一次其實有拿著不同的陣營的內容的 族群的票 那其實看到很多年輕人在他的場子裡面 那這個其實也會造成說 其實過去可能長期以年輕人選票可能比較強向的政黨 會因此他可能會有蠻擔心這個事情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他的狀況是這樣子 他要去處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觀察柯文哲本人的得票數 就是他的這個總統候選的得票數 以及民眾黨他政黨票最後得票數 才看得出來他到底是不是有一個實質的影響力 怎麼講啊 假設他今天他個人得票數最後比他的政黨票多了非常非常多 那其實就是代表說其實民眾對於他這個人或許是個人 喜歡他這個個人的 但他能不能去觸及他整個他政黨的這樣子一個提升影響力 他會出現這樣子一個差異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票最後最後現在要關注情況之下 就是還是一樣 最後時間趕快趕快出門投票不管是誰 謝謝 好 所以出門投票時間是要最後19分鐘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賴信德的競選總部這邊 把時間交給文怡 好的 觀眾朋友我們現在就在賴銷競選總部的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時間已經進入了3點40分 也就是距離最後的投票時間截止 只剩下最後的20分鐘 不過稍早之前呢在3點鐘 現場的國安中心已經進行了最後的安檢 包括了中正一分局呢 也出動了至少50名警力以及4隻的偵報犬 在現場勘查確定沒有危險物品之後 才開放了民眾進場 您可以看到現場民眾出席的狀況非常的踴躍 包括了五道的安檢門 確定沒有攜帶危險物品入場之後 可以開放民眾投完票之後 參與今天晚上的開票之夜 而且現場的民眾已經一路從北平東路 排到了市民大道 甚至有人西家戴卷連狗狗都帶進場 希望在現場能夠迎接最後的好結果 而且稍早之前我們看到了 賴辦的發言人趙一翔也出面表示 預計稍後如果開票過程一切順利的話 按照往例賴清德有可能在晚間8點半 出面召開國際記者會 尤其在記者會開完之後呢 他就會上主舞台向現場的民眾表達感謝 而3075也會在現場為您持續做關注 接下來把時間交換給棚內的主播 好 在剛剛賴清德的競選總部表示呢 在晚上8點半的時候 將會召開國際記者會 那我們剛剛看到呢 很多人說柯文哲呢 將是這一次選情的很大關鍵點 那請教煌哥 尤其大家觀察說台中的政黨票 是不是也關係到這個藍白之間呢 對 台中這一次等於說是全國在說 所有73個區域立委選區裡面 唯一一個經過國民黨黨中央認可的 所謂的藍白合作區 就是台中的第一選區 對 那我知道盧秀燕這一次在台中的輔選 其實盡了很多的力氣 可是台中別忘了 他還有至少兩到三個選區的 國民黨的小姬 他是當時選前是請柯文哲幫忙錄影推薦的 所以台中大概是藍白的勢力交錯 最嚴重的一個區 好 現在問題有趣的問題在這裡 那最後台中的政黨票 區域立委先不管 台中的政黨票跟總統的選票開出來 對盧秀燕來講 他是一個國民黨的黨員 所以呢 照理說 在台中是侯友宜跟柯文哲一定是 侯要大於柯 然後國民黨的政黨票要大於民眾黨 這個應該是正常的狀況 但是如果最後票開出來的結果是 這兩種票裡面有一種是柯文哲大於侯友宜 那我覺得總統票的可能性 比政黨票來得高一點 假設柯文哲總統票在台中市的得票 大於侯友宜 對盧秀燕來講恐怕就是一個不太好的消息了 因為盧秀燕大家不能否認 他對2028是有想像的 但如果這一次如果幫助太多的話 一個不小心會不會 對 你如果讓柯文哲的總統票 在台中開的比侯友宜還高 那對於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講 他會怎麼看盧秀燕這個狀況 就是說奇怪 你是很用力在輔選 但好像輔選的方向好像不太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倒是等票開完之後 我們一個很值得觀察一個指標 那對於其他的選區 大概每個選區會有不同的狀況 比如說像以高雄來講 因為高雄之前民進黨目標定得非常的高 說這個賴慶德要衝到這個100萬票 但我看以今天這個投票率恐怕不容易 因為上一次我記得蔡英文2020年 在將近7成5的投票率情況 他在高雄才好不容易突破100萬票 高雄是上一次是開出77%的 對 才突破100萬票 那是在高 極高投票率的情況之 而且那時候還有韓國瑜的因素 所以這一次高雄 當然高雄我覺得重點 除了這個賴慶德訂出的100萬票 以這個投票率看起來真的不容易之外 能不能夠高雄的巴仙過海 這個也是對於綠營未來的政治明星陳其邁 應該也算是一個考題吧 所以我覺得選後各自會有各自不同的狀況要面對 那對國民黨這邊來講 因為在今天這個相對比較低的投票率情況來下 我覺得國民黨可能有一些區域的立委 現在會開始有一點點擔心 因為你低投票率假設如果 因為現在我們不知道是誰的 誰的支持者沒出來投 但是不管是哪一邊的 就是綠跟藍 兩邊不管是哪一邊的支持者沒出來投票 相對的他的區域立委都會很擔心 因為大概選民大概是這樣 基本上我如果沒去投總統 我不可能專程去領一張立委票 那我去領立委票 我就會連政黨票跟總統票一起投了 所以呢為什麼我沒有講白呢 是因為白的區域立委很少 所以影響沒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我想他們如果從比較細的 因為現在差不多快結束 我剩下14分鐘 對 他們大概在現場 在投開票所 現場的人大概各陣營都會派人 大概已經知道 我這個投開票所 或是說我這個行政區 大概的投票率是什麼 那因為我們知道台北市有一些是藍大於藍 有些綠大於藍的區 那你看假設 綠大於藍的區域投票率高 那代表綠的選民出來投 那如果藍大於綠的投票率高 那代表藍的選民出來投得多 那他這種情況一定是全台北市一致 他不會說在某個區綠的都出來 在其他區綠的都不出來 我覺得不太可能 通常行為是一致 對通常大概這是一個均數 所以我想大概這時候應該 他們各競選總部大概心裡已經有數了 大概知道說哪邊的投票率會比較高了 所以請問關廷 因為你之前都在台中 你對台中的情況比較了解 所以台中現在也面臨到板塊移動 那現在加入了柯文哲 那這一次跟這個 可能盧秀燕之前的關係 跟台中小街的關係 這個板塊移動會不會更加複雜 我覺得台中跟新北是這一次超關鍵 兩個要觀察的程式 剛剛歡哥講得非常正確 因為我們在13分鐘之後 謎題就揭曉 好緊張 13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 再次呼籲 還沒有投票現在趕快從你家 開車 開車 走路 出門到投票所 還來得及 你只要在4點進去 到都還來得及 他會讓你投完 才會開票 對 我說真的 如果以目前 說真的大家都內行人 現在三個陣營都有點忐忑 民進黨 民眾黨 跟國民黨 都有總統參選的嗎 應該至少有某一個陣營 投票率特別低 只有一個嗎 會不會 有可能兩個 有可能三個 但是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各縣市之間的差異是大的 所以代表說 可能某些人的優勢選區 沒有出來投 這是要講的第一個點 第二點我要講講台中跟新北 台中這一次 說實話就是盧秀燕最後到底會 讓大家 尤其是讓國民黨的人覺得說 哇 這個媽媽市長好棒 還是媽媽市長好爛 就是看最後投票結果 為什麼 喜歡盧秀燕的人的講法會說 把台中搞成藍白核四番區 可是藍營內部也有很多人 對於民眾黨 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強力對於國民黨的批評 斯豆腐 甚至是攻防 非常有意見 所以也有人戲稱 台中的盧秀燕是 對於民眾黨的包圍網的 國民黨的破口 說實話 民主政治就是這樣 我們再過11分鐘 開始開票之後 盧秀燕到底是厲害 國民黨會給你個讚 還是會講說你就是超級破口 這可能關係到2020 一定的 究竟我們想一個狀況 剛才那個煥哥講的情景 我們再認真想一下 如果台中最後開出來 以政黨票來講 舉例喔 民眾黨的政黨票 假設比其他的選區都來得高 然後國民黨的政黨票在台中 比其他選區來得低 那盧秀燕一定被罵 一定被國民黨罵 如果最後沒有 最後是 所有台中的小計都選很好 國民黨還是拿到很不錯的票 盧秀燕就會棒 因為最後政黨政治 你還是回來你自己的政黨 如果你今天為了說 藍白示範區 然後讓你自己 所屬政黨在你的城市 你當主委的城市 表現很爛 你一定被批 所以 好 再十分鐘 再十分鐘 這個媒體就揭曉了 好 委員 我覺得這個盧秀燕 他在這一次選舉的整個過程當中 基本上都是 因為他是國民黨的監視首長 所以他幫國民黨的總統跟立法委員站台 這個是他其實一直以來都這樣子 所以盧秀燕在這一次選舉 是幫後移沒有幫柯文 這是很明確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他會有觀察指標 在於就是說 台中市整個選區是 就是藍白的叫做示範區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整個 你看不管我們立委小金們 包含盧秀燕們跟蔡秀燕等等 在他們這之間的藍白之間 相處得非常融洽 那這樣融洽 老實講就是選民也會覺得 不錯啊 那個就是我們政黨之間 不一定要這麼的對立 但這樣子融洽的最後結果 以待會四點開票之後 假使在融洽的區域裡面 民眾黨的政黨票衝上來 甚至高度國民黨 當然我覺得都不知道 假設這狀況 或者是真的到最後 柯文哲的選票大於侯友宜的話 那我覺得某種程度 也去告訴了大家說 你雖然可以有不同的政黨合作 但你完全的融洽和善之後 反而可能會讓自己的黨 自分這樣子 好所以現在投票要倒數了 等一下下午四點鐘 就要瘋票鬼 就要正式開票了 那麼也提醒大家 下午再稍後四點鐘開始 會有許貴 新台灣加油 幫大家來做即時的開票 那三立也會幫大家掌握 一直到凌晨一點鐘 那麼接下來將是 洪一哥還有慧敏姐的時間 好 提醒大家一定 謝謝